北京法案議員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細內容三分鐘 請陳委員歐伯發言 主席蘇院長 賴院長執政團隊 本院各位同仁大家好 美國參眾兩院最近通過台灣旅行法 讓美台高層的護航能夠鬆綁 外交部吳釗燮部長對美國這個立台的行為表示高度感謝 但是也有前朝負責兩岸關係的官員表示 只是一間一時之間的潑冷水行為 在同一個時間 中國也提出了31項所謂的會台措施 其中12項涉及台商企業 19項關係到台灣的個人 透過資金的補助 租稅減免 專業資格放寬等又因企圖挖走台灣的高科技 各領域的人才 前往中國掏金 向中國做政治靠攏 本習認為 利益掛帥的民主自由時代 美國的利台政策與中國的西台 窮台動作都各有各自的立場跟政策的盤算 本習關切的是 台灣的國安以及我們的政府因應之道 更重要的是 我們不是老是被動哀全 而是我們能夠主動的出手 在外交官雜誌標題為 中國繞過蔡英文向台灣人提出 多項優惠的報導裡面指出 中國這一系列的大蘿蔔利用措施 來者不善 直接許諾台灣的企業跟個人 在教育、創業、就業方面 逐步授以中國人同樣的待遇 這個會讓台灣的資本跟人才外移 吸走台灣的精英人才 本習必須說 我們不能只會批評中國的政策 居心叨測 而忽略了人家的多麼散略 本習強調的是 我們的國家領導者 也沒有智慧 理出一套完整的策略 來回應中國的挑戰 不能只修一條產業創新條例 這樣就足夠了 台灣跟中國不應該只是比人口土地的大小 應該比較的是我們對事情的智慧的高低 讓台灣人民選擇 愛護自己的國家 我想讓台灣的自由民主 來這個時候 能夠展現我們的力量 才是最好的選擇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王委員惠美 蘇院長 賴院長以及各位閣員 各位同仁大家好 蔡政府上任以來 我們看到的是物價不斷的一個失控 光是前一陣子 我們國內為了搶購衛生紙 上了國際媒體的一個版面 接著又是經濟部放出4月份電價即將上漲的消息 現在台北果菜批發市場營運失當 年後密集修飾 導致了我們蔬果這個嚴重的一個塞車 因供應量暴增而價格狂跌 農民叫苦連天 而農委會跟台北市政府只會互相推諉 慘害了這個農民 那物價的一個波動反映了政府的決策 不當與無能 傷害的是廣大的消費者以及生產者 而當政府無力來提升經濟環境 又無法穩定物價 民眾可支配的一個所得越來越低 連吃個小吃喝個手搖杯 都變成了奢侈的享受 難怪引發了民心的一個高度不安跟憤怒 此外 由於蔡政府能源轉型政策的一個躁進 台灣面臨了空前的一個缺電危機 經濟部次長拱民心日前在媒體上談及了4月 電價可能又要調漲3%的消息 消息一出民心浮動 如果電價上漲是必然的 那政府應該要坦承 能源轉型帶來的一個成本壓力 清楚的告訴民眾現況 而不是把責任都推給了我們的公事 或者電價審議委員會 彷彿整個問題跟蔡政府的一個能源政策是無關的 而蔡家的失控失衡 除了傷害了農民的權益 更是反映了政府的一個無能 這次的蔡家崩盤 很明顯的是人為的一個因素 北農是全台灣最大的蔬果交易平台 肩負的不僅是各個縣市 各個農業縣市 農產的一個銷售 更有穩定國內農產品的一個價格 保障農民生計的責任 但這一次的事件 相關農政單位不僅處理慢半拍 還因為北農總經理酬庸任命的政治問題 演變成農委會 北農 北市府三方面 踢球大戰 至今都還在隔空喊話 互相放話 如此心中只有政治的一個算計 沒有農民的生計 這叫廣大的受害農民 情何以堪啊 中觀來看 國內的薪資水準停滯不前 物價一直是國人心中牽掛的一個大事 然而蔡政府關心的始終只是政治事 寧願花大時間來搞政治 對於民生物價 卻是兩手一攤 束手無策 我們不禁要問 民進黨心中除了選舉 除了鬥爭 心中到底有沒有人民啊 蔡政府不關心民生的結果 施政呈現的就是施能兩個字 沒有別的可以來形容 本席要呼籲蔡政府不要再打明胡葬了 認真地想想 如何把國家治理好 如何讓人民有好的生活 不要再讓民眾叫苦連天了 謝謝王委員 下一位請李委員燕秀 院長在現場 包括賴院長以及所有的行政官員 以及在現場的委員 大家早安了 我今天指國序論壇的重點在於人才外流 政府的因應手段到底在哪裡 我們曾經有很多好的教育資源跟好的教育環境 我們過去也培養了很多優秀的人才 但是我們都非常清楚地知道 人才的外流其實這幾年來逐漸更加地嚴重 在上個會期 在經濟委員會 包括在社府衛環聯席委員會修法 有關於外國人懶財的時候 所有不分朝野黨派 大家都認為 除了懶財之外 如何留住台灣重要的人才 不要讓我們未來人口除了老化之外 所有我們的孩子都必須到國外去工作 這是對於整體台灣 無論是經濟發展的停滯 人才的外流對我們來說 未來是一個相當大的衝擊 我覺得在包括前幾天看到天下雜誌的報導 到2021年 我們台灣將擁有全球最大的人才缺口 中國其實成了一個非常大的西詞 在前幾天我們也關注到賴院長在回答總質詢的時候 除了呼喊之外 更重要的 我們期望看到政府的因應的手段在哪裡 面對包括在教育 嚴苛 文化 包括影視英人才所提出的誘因 更可能是壓垮台灣競爭力的最後一根稻草 文化創意產業 其實在世界經濟發展中 已經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更有富高的價值跟無可取代性 剛剛我提到這幾塊都是過去前十年 在台灣我們其實很有潛力 也有機會在亞洲我們居前面 但是我們看到這幾年人才的外流 再加上中國大陸的西詞的力量 政府賴院長除了口號呼喊之外 我們要問政府 你對於每一項會台的政策 你有沒有辦法告訴我們你因應的能力在哪裡 你接下來幾年有沒有辦法留住我們的人才 讓我們的孩子不需要一項背景到外面工作 讓我們的父母每一年 過年的時候才可以看到我們的孩子 中共對台的政策當然有它的政治上的思考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在最快的時間之內 看到政府的因應手段 如何 除了如何攬財之外 更重要的是留住我們的人才 這個人才當然現在外流不只到中國大陸 其實還有其他的國家 那更要問包括最近的大學教授 不只到中國大陸 香港 新加坡都有 那政府你留人的政策到底在哪裡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陳委員 宜敏 好 院長還有各位行政院的官員以及各位委員 大家早 我們位於高雄大陸廠的這個新一號機 頻頻的故障 那這週呢 供電的這個警戒 橘燈已經亮了三次 火力全開的結果 不僅是空污嚴重 更造成了機組負荷過重 供電吃緊 而核二廠二號機 稅修後申請重啟的程序 儘管我們藍院長 不斷的出面緩霞 但是每一次的澄清 都沒有明確的否認 核電廠重啟的可能性 因應目前全台的缺電危機 看來我們核二廠二號機的重啟是勢在必行 如此反覆的能源政策 已經讓國內外想投資 台灣的企業 望而卻不失去信心 那蔡政府上台前 口口聲聲稱台灣不缺電 還指責台電私藏電力並販售圖利 但是事實勝於雄變 去年台電表示供電警戒的橘號燈高達101天 而蔡政府在2025的非核家園的目標 在時程過於緊湊的沒有良好的配套措施的情況下 導致台電的供應 是處於一個極端不穩定的狀態 像去年815的大停電的事件 有隨時可能再發生的危機 由於這個非核家園的神主牌 導致全國能源政策完全被扭曲 去年本席在衛環委會 有要求林全能 這個能源局的局長 應該在半年內要召開 全國的能源政策會議 為我國的經濟能源確定明確的方向 然而半年過去了 不僅不召開 同時呢 能源局的官員在去年10月還竟然表示 他願意來訂出一個能源轉型的白皮書 而全國能源政策不會再召開 台北市的這個美國的商會 昨天發布了2018商業景氣調查的報告 表示非核家園的政策 將影響近六成在台美商 對台灣擴展投資的意願 更有八成的美商 對於台灣供電與否 這個充足與否是存有疑慮的 我們知道說賴院長 你如果在無法給出這個供電穩定的保證之前 台灣的經濟發展將因此停滯不前 而企業若無法有足夠的利潤及發展 年代的將嚴重影響 國內勞工的勞動薪資的成長機會 因此本習在此呼籲蔡政府 還有我們的賴院長 應該盡速地召開全國能源會議 針對整個能源政策好好的檢討 以回應全國民眾的關心 謝謝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請樓委員民財 蘇院長 賴院長 各位初期的官員各位委員大家早 今天的天氣又是灰蒙蒙的一片 台灣的人民的心情就像最近的天氣一樣 不準 憂鬱 我們難道走不出這樣的一個現況嗎 反空汙是全民必須要正視的一個問題 我們反空汙全國性的公投已經一步一步向前邁進 全國性公投票案提案的名冊已經開始擬定了 主文 為改善空氣污染 減少由火力電廠所排放PM2.5 對國民健康之危害 你是否贊成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 第一步已經跨出去了 在這裡呼籲所有的人民注重自己的健康 注重自己的下一代的權益 大家全民發動 站出來 反空汙公投勢在必行一定成功 前一陣子我們看到 連衛生紙都買不到 連衛生紙都搶不到 造成了台灣有史以來的安史之亂 大家都很清楚安史之亂的意義是在哪裡 民進就在講 民進黨只會選舉 不會治國 衛生紙出狀況 連菜 連我們食用的菜都出現了供應鏈的問題 春節時間放了二十幾天的時間 菜市就修了大概十一天 造成工需失衡 造成所有的菜價暴跌 大家想想看 農民的辛苦 每天一早就要出門 結果高利菜從二十七塊跌到現在兩塊錢 血本無歸 希望政府能重視農民的權益 重視消費者的權益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 也是跟民生有關的 電價的問題 16號即將召開電價的調漲會議 本席在這裡緊急呼籲 現在人民苦哈哈 電價千萬千萬不要漲 電價一漲了以後 所有的物價萬物飆漲 薪水沒有漲 人民怎麼活下去啊 人民怎麼活下去啊 所以在這裡 拜託行政院的團體 好好重視這個問題 謝謝羅委員 下一位請您委員得福 蘇院長還有行政院賴院長 以及行政院的團隊 我想最近其實我們看到對岸 他有提了一個31項的會台措施 那今天這個報紙燈的很大的一個篇幅 就是鴻海子公司A股上市 上市案速審通過 36天馬上就通過了 而且還特別寫說鋪天蓋地的 持續會台 那今天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相信是蔡英文政府 從執政到現在為止 可以說幾乎就是鎖國 而且陸委會邱錘正 副主委還特別提到說 這個大陸31項的會台措施 是這個有統戰的意圖 那我相信賴院長前幾天 也是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也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其實這樣造成我們不管是產業技術人才 都直直的外流 那這是何等的嚴重 但是我們行政院說下個禮拜一 要召開會議 我是希望說最重要 對岸提出31項的會台措施 我們政府你應該要提出62項 你有忍耐 你不要把前瞻的錢拿去做綁裝 今天你要把人才留在這裡 讓國外的產業能夠到我們這裡來投資 而且電我相信也是投資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你電要是說缺電 任何人任何產業都不敢來投資 但是我們看到政府真的是短視啊 做任何措施都是只有很短暫的 沒有往比較這個前衛的去看 所以說造成我們坐在這裡空轉內耗 那我們希望說 蔡政府啊能夠拿出你具體的措施 能夠把人才留在我們台灣 那甚至於能夠讓產業啊進駐 但是我們看不到未來 你包括最近你像核二廠二號機要啟動 其實揮核家園我們支持 但是已經停了600天 停了600天的這個核二廠二號機 又要重新啟動 你說人民怎麼看 當初民進黨信誓旦旦說不會缺電 但是現在呢 曾起何時你綠人跟不上 搞到現在你要重啟核電 你說需不需要向全國人民道歉 把人員的政策要說清楚假明白 讓人民安心 以上 謝謝林委員 下一位請黃委員昭順 主席院長以及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大家早 我想昨天是婦女節 我無論如何還是要祝福我們全國的婦女姐妹們 婦女節快樂 但是我們回頭必須要檢討 兩性平權在台灣目前的狀況 在2016年我們選上我們台灣的女總統 是第一位女總統 當年我們立法院的女性立委 也是創下最高的一個紀錄 佔有33%點多的女性委員 在全世界來講 我們在整個的選舉過程當中 女性的參政 我們已經寫下一定程度的紀錄 但是當年行政院內閣改組的時候 我們也創下20年來 歷史的最低的一個紀錄 當時蔡總統告訴我們說 性別不重要 只要能力才比較重要 但是我們也非常期待的 在每一次內閣改組的過程當中 我們能夠有比較好的一個表現 可是令人遺憾的是 今人內閣的改組 我們又少了一位女性的格言 我在這裡要告訴總統跟行政院長 我想總統跟行政院長 可能不知道我們整個 國際歧視的發展 但是對國內的整個的成果 也一無所惜 在台灣其實行政院各部會 所屬的委員會 從2004年以來 早已前面適用 三分之一性別比例的原則 而且目前還沒有達到的比例 非常非常的低 2012年行政院通過的性別平等 政策綱領中 也要求我們國營企業 董事會 符合三分之一比例 性別比例的原則 列為我們逐年必須要實踐的 性別平等政策之一 如果說當內閣的改組 擬信的比例只有10%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要求 我們在推動國公營事業的董事會 增加擬信的董事 我們要怎麼樣來要求他 所以我還是要讓院長知道 從過去20年我國憲政運作的情形中 總統任內 多數都會有內閣改組的情形 這內閣的改組 是全球各國 婦女運動 都會拿這個標準 來督促自己的政府 怎麼樣在改組的過程當中 顯示我們在女性 兩性平權的推動 所以我在這裡提醒總統跟院長 蔡英文總統在2012年 她選舉的時候宣示 說女性的格言要達到三分之一 我想我們不期待 她能夠達到三分之一 謝謝黃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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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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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法治經濟 藍委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九 本院委員政天財等16人理據 姓名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審查 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十 本院委員政天財等16人理據 勞工保險條例第29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將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十 本院委員政天財等16人理據 全民健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將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十 本院委員王滅宇等16人理據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第33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將司法及法治化交集股房兩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十三 本院委員王滅宇等22人理據 空氣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將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十四 本院委員王滅宇等18人理據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將司法及法治經濟藍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十五 本院委員王滅宇等17人理據 行政訴訟法第101條至1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將司法及法治經濟藍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十六 本院委員賴市保德20人理據 行政訴訟法第150條及第176條至3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十七 本院委員將能信任18人理據 教育基本法第2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十八 本院委員將能信任18人理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十九 本院委員林德福德20人理據 經濟行刑法第81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二十 本院委員林德福德20人理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91條至1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二十 本院委員林德福德18人理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至3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二十 本院委員林德福德17人理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77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二十三 本院委員林德福德17人理據 空氣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二十四 本院委員陳昌明德福德16人理據 公務人員服務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二十五 本院委員陳昌明德福德16人理據 海岸管理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二十六 本院委員中口罩等二十五人理據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將受福利及溫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二十七 本院委員中口罩等二十五人理據 勞工退休金條例增令第五十三條一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受福利及溫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二十八 本院委員中口罩等二十五人理據 勞動基準法第八十條一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受福利及溫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二十九 本院委員中口罩等二十六人理據 勞動教育促進法早安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受福利及溫生環境交易及溫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三十一案 本院委員中口罩等二十六人理據 就業保險法則內立三十八條一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受福利及溫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三十一案 本院委員中口罩等二十六人理據 性別工作品能法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一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受福利及溫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三十二案 本院委員中口罩等二十五人理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受福利及溫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三十三案 本院委員李鴻君的十九人理據 道路交通管理處方條例第四十三條及第六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三十四案 本院委員張立善等二十七人理據 公務人員退休之前撫恤法第九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司法啟發政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三十五案 本院委員張立善等十六人理據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之前撫恤條例第100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司法啟發制消費及文化聯盟友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三十六案 本院委員增名中的十六人理據 銀行訪部份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三十七案 本院委員增名中的十六人理據 金融控股公司訪部份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三十八案 本院委員增名中的十六人理據 保險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三十九案 本院委員增名中的十六人理據 票據金融管理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程序委員會議記 內政委員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任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四十案 本院委員增名中的十六人理據 證券交易法第66條及第170邦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成訊網會屆連起與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主委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41案 本院委員在密宗南16人離居 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成訊網會屆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主委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42案 本院委員在密宗南16人離居 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成訊網會屆連起與會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主委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43案 本院委員在密宗南16人離居 公務人員退休之前扶序法第95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成訊網會屆連起與會交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 主委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44案 本院委員在密宗南19人離居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之前扶序條例第100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成訊網會屆連起與會交司法及法治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 主委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45案 本院委員張宏陸的17人離居 原住民族教育法第32條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成訊網會屆連起與會交教育及文化內政委員會審查 國民黨黨團有意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主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46案 本院委員訴強會的23人離居 行政院組織法部份點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成訊網會屆連起與會交司法及法政委員會審查 國民黨黨團有意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47案 本院委員訴強會的23人離居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新準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請選一案 成訊網會屆連起與會交司法及法治理委員會審查 國民黨黨團有意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48案 本院委員馬文君離居 撤回協定殖醫師法第12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成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同意撤回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49案 本院委員許志協理 協定殖醫師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案 成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同意撤回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50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植物防疫檢疫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案 成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51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 善去讓學方傳條例草案 及中生學生訪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成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交預警文化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52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 地方名義代表費用志協 及村林省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第7條第10條條文 及第5條副表修正草案 成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交預警文化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53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 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 成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交易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54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 再生的與發展條例修正草案 成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經紀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55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7條第27條之一 及第30條條文修正草案 成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交易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56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廢止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程處組織通責 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經歷所組織通責及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組織條例案 程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入司法及法制交道兩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57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 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程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入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58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廢止漢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案 程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經濟外交及股房兩委員會審查 第58案 民進黨黨團提議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做以下決定 報告事項第58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第59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 正確交易稅條例第二條則條文修正草案 程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60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算第二月預備經動證數額表案 程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財政委員會會同有關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61案 行政院含情水益廢止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組織條例案 程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財政司法及法治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62案 行政院司法院含情水益 國際形勢私訪副助法組織案案 程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財政司法及法組織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63案 司法院含情水益 行政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程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財政司法及法組織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64案 經濟部韓宋財政司法人中紀水107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表案 程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財政司法及法組織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65案 行政院含送106年7月至12月 中央政府營業基金3億元以上及非營業特種基金營業員以上 不被預算或先行辦理數額表 程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財政司法及交通經濟兩委員會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66案 中央選舉委員會含為107年度 中央政府組織權益 解釋全國幸福在一起投票相關修改意見書面報告 程訊網會議屆連起與會交內政委員會 第66案 現有1 國民黨黨團有意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2 實在力量黨團提議 改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本案做如下決定 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67案 衛生福利部含為修正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第3條副表1及第6條副表5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國民黨黨團 實在力量黨團提議 改交審查 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68案 並以法務部含送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 席捷防證書與加納共和國金融情報交換中心 關於涉及洗錢 資助恐怖犯子及相關犯罪金融情資交換了解備忘錄 英文 月本 英本及中英本 程訊網會見 內起約會交司法及法制或交集國防聯會委員會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69案 並以國家安全局含送國家情報工作106年度總結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出現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70案 並以法務部含送駐菲律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與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通過跨境犯罪調查及防治教育訓練 強化執法合作協定英文 月本 英本及中英本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聯會委員會 出現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71案 經濟部罕為106年度中央政府作算附屬單位算決議 解送中油公司實話成業高執化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提議 改叫審查 叫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70案 經濟部罕為106年度中央政府作算附屬單位算決議 解送高雄利用場停止使用後的轉型利用計畫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實在力量黨團提議 改叫審查 叫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73案 經濟部罕為106年度中央政府作算附屬單位算決議 解送中油公司提算一位跡象 高層 關層之土地利用規劃及規律避險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實在力量黨團提議 改叫審查 叫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74案 經濟部罕為106年度中央政府作算附屬單位算決議 解送中油公司執行宿舍贊助戶 催先工作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提議 改叫審查 叫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75案 經濟部罕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順序部分第13款第5項 監製全球專利解鎖服務計畫執行進度 加強控管檢討改善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76案 經濟部罕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預算 批列說明及相關計畫執行內涵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17案 經濟部罕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國際貿易局一般協政預算度解5%書面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有意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78案 經濟部罕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同志業務處107年延藍海外科技人才預算度解10分成 書面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第78案 現有意 國民黨黨團有意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二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本案奏如下決定 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79案 經濟部罕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所謂處事業轉投資事業經營績效檢討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提議改交審查 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81案 經濟部罕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專利生物材料寄存規費檢討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81案 經濟部罕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原區產業升級預算度 解釋分之一 書面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第81案 國民黨黨團有意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2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本案座如下決定 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83案 經濟部罕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加工出口區生活群區發展及穩定傳業鏈關係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提議改交審查 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83案 經濟部罕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經濟開放人力加強媒合工作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 實在力量黨團 提議改交審查 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84案 經濟部罕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水利署水利建設及保育管理預算 而且無意言書面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第84案 現有意 國民黨黨團有意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第85案 實在力量黨團 提議改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本案座如下決定 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85案 經濟部罕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提升加工出口區建物諸壽媒合效率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 實在力量黨團 提議改交審查 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86案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凍結訪務及行政救濟業務預算十分之一書面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 有意 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87案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對於無線通訊晶片 拒播高通公司訴訟案件 如何應付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 提議改交審查 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88案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搜索控壓權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 提議改交審查 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89案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聯合行為行政訴訟案件之違法實證檢討專案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經濟委員會處理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90案 中央選舉委員會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該會期所屬單位預算決議 強化選舉違規經濟及提升採除效能等專案報告 請安排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內政委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有意 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91案 中央選舉委員會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最初第二款第11項新增決議 凍結第二幕選舉業務100萬元書面報告 程訊網會見 連起與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有意 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92案 中央選舉委員會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最初第二款第11項決議2 第三幕向下 兼職費預算 連起與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有意 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93案 中央選舉委員會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最初第二款第11項新增決議2 第二幕向下 選舉策進有關選舉罷免重書 搜集選舉資料等費用 動進20位於中央報告 請安排報告 程序委員會計案 連起與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有意 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94案 中央選舉委員會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最初第二款第11項新增決議3 第二幕向下 辦理及都等地方工程人員選舉 動進5分之一 中央報告 請安排報告 程序委員會計案 連起與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有意 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95案 中央選舉委員會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最初第二款第11項決議 第二幕選舉業務 動結200萬元專案報告 請安排報告 程序委員會計案 連起與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有意 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96案 內政部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第98案 內政部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最初第二款 通過 程序委員會計案 連起與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有意 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 重新提出 請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97案 內政部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解送該部稅序預算第10年度 社會保險業務動結11元 書面報告 程序委員會計案 連起與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請委員會有意 無意通過 第98案 內政部行為107年度中央政府作算決議 政府總算決議 解送該部以業務費禁用臨時人員 勞務承攬人力預算 弄結200萬與書面報告 程序委會議屆內集約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第九十八案 現有依國民黨黨團有依意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二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改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本案座如下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委員會有意義 無意通過 第九十九案 內政部喊為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決議 解送警政署及所屬歲初預算第八目向上 待患遠景首相經費動結5%書面報告 程序委會將內集約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改交審查 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請委員會有意義無意通過 第一把恩 內政部喊為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決議 解送議政署歲初預算電幕 依政業務動結500委員書面報告 程序委會將內集約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有意義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第一把零一案 內政部喊為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決議 解送議政署歲初預算第二幕議政業務動結十分之一書面報告 程序委員會一件內集委員會將內政委員會處理 第一把零一案 現有依國民黨黨團有意義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二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改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本案座如下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委員會有意無意通過 第一把零一案 內政部喊為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決議 前送議政署歲初預算第二幕之辦理轉介資商輔導義務費 及訪計交易獎息等經費凍結5%書面報告 程序委會將內政委員會處理 請問委員會有意無意通過 第一把零三案 內政部喊為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決議 該募稅除預算第一幕一般行政上下除人事費外經費墮結十分之一 簡送中央報告請安排報告 程序委會見能請與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有意義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第一把零四案 原住民組委會行為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決議 簡送第二幕綜合規劃方展動機一本委員書面報告 程序委會見能請與會交內政委員會處理 請問委員會有意無意通過 第105案 司法約行為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決議 簡送第四款第一項第一幕預算凍結書面報告 程序委會見能請與會交司法計劃委員會處理 請問委員會有意無意通過 第106案 司法約行為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決議 簡送最初第四款第一項第四幕所作決議六書面報告 程序委會見能請與會交司法計劃委員會處理 請問委員會有意無意通過 第107案 教育部行為百零七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決議 簡送凍結第六幕各項教育推展五千萬元書面報告 程序委會見能請與會交教育局文化委員會處理 國民黨黨團有意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 重新提出請問委員會有意無意通過 第108案 本院經費金合委員會行為 本第122屆經費金合委員會任期見門 簡送工作報告請願會趕選下見委員 程序委會見能請與會交酬也打算寫雙推判人選後提報院會 請問委員會有意無意通過 報院會第109案以下請一併宣讀 宣讀後均準意被查請宣讀 第109案為本院人事處很重 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各委員會 究極委員彌單 彌單如下 內政委員會 紅委員總議 楊委員政務 外交際國防委員會 王委員定宇 呂委員玉琳 經濟委員會 高委員志彭 廖委員國動 財政委員會 王委員榮張 曾委員民宗 教育級文化委員會 吳委員思瑶 中委員嘉賓 交通委員會 相委員美晴 陳委員雪森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段委員怡康 吳委員志陽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陳委員移民 邱委員 泰委員 質詢事項 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本院徐委員索核等重 行政委提出質詢共30件 宣論完畢 法院會 現在對行政院院長 施政方針 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在進行質詢之前 先請副秘書長報告部會首長請假請行 報告院會 行政院來函 唐政務委員奉本日因公請假報告完畢 現在請劉委員建國 質詢巡打時間為15分鐘 劉委員建國 祝你生日快樂 今天是劉委員的生日 我們跟他鼓掌一下 所以生日的質詢就要溫柔一點 好 謝謝 謝謝蘇院長還記得我的生日 那這樣我的火力就很難開了 不過還是要講啦 好 謝謝蘇院長 然後有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我也覺得一長做得好 全國八成營有來一長做得好 大家都可以每一天過月去支持安基六項 就不會說大家過生日一樣 是 這樣我也覺得 比我去王祝福生日快樂 要更快樂 一長 你來看這個所謂 他說 我們的主計處理由分公佈 消費者的目的基礎 比當年 價錢到2.19% 創下這十三個月來的通關 這十三個月剛才我們民進黨這段時間 所以每一項消費6萬元 每一項月支出一三一四元 多增加一三一四元 這一三一四還是一個蠻差別的所謂 主計處解釋 因受到春節影響 旅遊等費用漲價 整理物價能呈現溫和平穩的狀態 不過這個民眾感受會不同 也抱怨過年後幾乎萬物其漲 這幾天的報導 我相信院長應該大致上會了解 某一個報導是說 我們有網友用日本便當為例 感嘆台灣的消費如此貴 這個院長可以看我提供的相關一些圖片 然後還講還有點痠 就是說賴神變成賴隊長 我到底聽起來很不以為然 不過院長可以再看到以下幾個數字 千月火鍋二月漲10% 胖老爹三月漲得最高30元 包含香香雞什麼一大堆的麥克 惡魔雞排一路漲到近六成 星巴克高點三月漲到6% 其他的像千辛、五十蘭、Coco 也都平均漲到5塊 連看電影也漲 然後還有這個國道客運的相關的票價 還有金色衣、衛藤、中國酒、共衛散 這包括這些不用每天吃 連這些也企業到30% 再來就是當媽媽的 當年輕的家長最有感的 就是私幼的費用 從1919年平均8千多 現在已經飆漲到105年 已經飆漲到1萬多 也就是近六年漲幅高達25.8% 這我有去Double Check了 這我有大家去問過 這是屬性 這是一個屬性 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我們的穩定物價小組 怎麼去做因應 怎麼去做處理 有沒有提供給院長這樣的訊息 這第一點 對不起 那第二點是這樣 這今天的報紙是出來了 我們的電價、匯率、審議 即將在3月16日揭曉 但媒體也跟我們預告 你即便3月16日沒有調漲 那基本上可能在10月份左右 就要準備來做調漲 就是說3月16日 公佈如果沒有漲 還是10月份 這次有可能漲 這材材都可能 可能就是議長的貸費 要怎麼處理這些 因為如果電極庫你漲漲 我想 剛才我說的 不是跟那幾個東西就對了 有確實很多物資 會對於相對的這個器材 而且 台電的部份 人員局 他是這樣表示 他說 民生用電在330度以下動漲 但是106年度的民生用電 昆布集聚在330度以上的 約有397萬 將近400萬戶 即將面臨漲價 而且他是這麼算 333度以下 到333度以上 做一個這樣的區隔 這其實對一些無殼蝸牛 對一些粉粽 你們老公共用一個表演 也非常不公平 尤其害小孩 尤其無殼蝸牛 所以這還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那我是在講說 到底是不是成如媒體所報導的這樣 3月16日 即將揭曉 店家是不是照這個急劇 去做調漲 去做動漲 那即便3月16日沒有 那會不會來到10月份 就馬上又應驗 就是要漲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 院長怎麼應驗做處理 好 感謝劉委員 我們那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不管是根據中央銀行 或者是我們主機總處的預估 今年能算平穩 預計大概在2%以下 跟往年差不多 那相較於臨近的國家 我們還算相對穩定 那你剛剛提出來的2月份的CPI 大概2.19 主要是因為過年還有淹稅的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是推動長照2.0 對淹有很大幅度的調漲 所以主要是這個因素 那另外呢其他的這個物價 你剛剛指出來的就是 購買力比較頻繁的物品 那購買力比較沒有那麼頻繁的物品 其實還是相對穩定 那不過不管是什麼樣的物品 我們資訊及副院長所率領的物價穩定小組 包括公平會 包括消保處 都有固定在訪查 我們台灣的所有的物價 如果有不正常的烘台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介入去穩定 算是一套很穩定的制度 讓台灣的這個民眾生活能夠平穩 那另外你剛剛關心的這個電價的問題呢 政府已經制度化 這個經過立法院的協助嘛 已經一個制度化了 大概每一年的4月份跟10月份 那物價穩定小組才會 對不起 那個電價的審議小組 才會去審議這個事情 那原則上政府的責任 就是穩定物價包括電價啦 那至於4月份這個開會情況如何 我們現在是不必要先去預先揣測 因為這種事情是你越揣測 那麼這個民眾啊越擔憂 我們就讓他照著制度走 以上報告 院長不是4月份3月16日即將揭曉 沒有就是4月份才會有這個開會嘛 4月才會開會 這部分要不然我讓那個經濟部審部長跟你報告好嗎 那個委員我幫你報告一下 委員你在關心的就是這個電價的問題 電價有三個因素要來考慮 第一的就是要怎麼說這個電價不去影響物價 第二的就是要怎麼照顧民生 第三的就是要怎麼照顧民生 第三的就是以價主量讓大家來節育 這三個環節要怎麼取得平衡點 部長這很內行的 你現在是簡單跟我說一下好嗎 因為這讓你蓋起來全部都蓋起來了 剛才醫療是說有幾項啊 是經濟成台都會使用到 但是我剛才聽到醫療聽到應該你也聽到 那個金時宜維康 中國酒共維散 那要每天吃的 這我們會來注意 說因為這樣影響到這裡不見 這我們會來請 所以你也是現在不知道 跟我回答說 他來四分要去不去不知道 回到這個基階去走就對了 對 那個劉委員我再跟你補充一個訊息 好比說之前大概一兩個禮拜左右 這個衛生紙 我們桂院的委員也很關心 那現在價格已經平穩了 也並沒有漲價 那換句話說呢 就是說 行政院的物價穩定小組 他也發揮了一定的功能 任何有異常的漲價 烘台或是謀取不當的利益 行政院都不會做事不管 院長就有提到衛生紙了 那我就接續衛生紙的事情來談 衛生紙其實 其實院長也有特別表示嘛 然後我們行政院也有各單位 對這個事情提出一些看望 還是覺得在整個 可能業者在行銷過程裡面造成 這樣的一個人為的缺失的這樣的作為 應該是這麼講 那北農的事件 所以院長也有表達 他也是一個人為的疏失 但是這有時候 在衛生紙的部分造成消費者的恐慌 一路這樣的採購 然後 但是北農的人為的疏失 是造成農民的這樣的損害 今天 我很高興 我坦白講 我看到農委會在因應的作為 陳吉仲副主委 還好很快速做因應 甚至到產地去 然後去跟合作社跟農會 跟農民直接對談 讓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農委會因應這個事情 在最短時間怎麼提出 相關的一些作為出來 那今天的媒體 我看到 林主委有特別提到 菜價這個爭議 菜價修飾這個爭議 北市府農委會都有責 好 這個責任就延續到 院長所講的 人為的疏失 那這樣的責 誰來護 怎麼護 對農民的損害 怎麼做處理 我想今天這個要講清楚 我先請林主委跟你報告 可以 那時間可能就麻煩你了好不好 因為我只剩六分鐘而已 謝謝林委員 其實這個 機制我們要面對就是 進入北農才16% 水果 那個蔬菜 來說 可是要決定所有的價格 我想這個機制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 主委 主委我剛才說 我真的肯定你這樣說 這屬心就對了 不管農委會還是北農 都要負責去積金 但是這個積金要怎麼付 小錢都不用再說了 這幾天其實媒體不夠很清楚 你說北七 他這麼幾趴 高雄這麼幾趴 他是不是影響關鍵的 最主要菜家的一個中心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為什麼要連休這幾天 我給主委看一個資料 我不曉主委知不知道 去年7月6號的時候 這張表格 開會 我不曉得行政院農委會 為什麼 針對這一天 要請假 這是派誰去的 為什麼要請假 請假沒關係 請假完成開會決議之後 有沒有人回來反應 你讓我來說明 其實 果菜市場 他們的營運 那在農委會 或者是中央相關的部會 大概我們只有行政指導 他們的 他們的決定 你也沒辦法去保定 只是說 我們的行辦人 把這個會議記錄給存償 忘了它當中有一個很關鍵的 你如果說每年都收一樣的天數 大概沒問題 它多收的天空生多三天 對啦 就是我們多這三天 然後再加上 我們那個產地的氣候變化 那年前其實 有一段是寒流後來 天氣比較溫和了以後 所有的菜量都爆出來 所以我不是 我告訴你 這個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對嗎 但是 這張出來 就是農委會的請教 嘛 這張出來 這位請來開會 農委會就是請教 農委會派向去 一般我給劉委員報告 就說 他用農委會都沒辦法打人去 他會議記錄是 副本給我們知道而已 他不是 尚會議記錄 但是我告訴你 參加的團體 參加的團體 其實本身 也不以為難 這樣的處理方式 也應該有跟農委會做相關的反應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是沒有接到這個消息 你也看裡面 所以 全國農會 他都有派人在那裡 所以這次 來講 農會來翻 翻譚說 他幾三天 他不知道 我想問這大家都沒有理由 好來 那天發生意後 就要趕緊應應 對不對 所以 政府有很多動作 馬上 客棟一千萬去做庚主 坦白說 這一千萬應該也沒辦法 阿副還在 農委會 我剛才跟議長主理報告 副主委 冠軍去 三天 有特別說 這個部分 中央也不然 你來去做這間 來盜集園嘛 所以七比三嘛 我就說這 我們要困定嘛 但是 其實我不用花那麼多 但是有一個重點 政府要不說 包括政府要不說 要更出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農民 已經看不見了 自己去撞住了 我以前人不說 可以收成去撞住 這叫你講 好 這個部分 你政府選擇 中央政府說 中央政府說 他以前 農民自己撞住 政府要怎麼做處理 好 再來 交去北市的交易費用 你政府要怎麼做處理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講 就主委你講嘛 我說我跟他講 農委會 北農都有責任 這個責任 這個責任要怎麼付席 你現在要面對他講啊 我今天是一個農民 你們是在摸什麼 中央跟地方你彎 中央你不中央 總之你跟當時你搭 我都不是算什麼 好 你告訴我要付責任 你要付什麼責任 就一幾個月而已 這麼多天啊 我知道你沒辦法剛才回來 但是你會面對這件事 隨光這麼清楚 記者會出來 不用付責任 我自己撞住的 我才不會接受 你政府給我更出的補助 我自己撞住的 你要幫我處理 我高級的對話 這首席的 你給我受什麼意思 這要講啊 你知道農委會 對尤其是分林 主要的生產地 我們都有一套 很完整的輔助措施 所以你只夠的這個部分 我們不管是比未來 他的背後 這個事情很嚴重 從林權院長的時候 要抓菜堂 抓不到半月 低減數 去塞的國塞市場 叫警察去騎衛兵 每個大海岸 去做紀錄 寬大到多嚴重 然後再來 林主委上任之後 去年的2003 我還跟總統報告 林主委下鄉 去視察雲林縣 最嚴重的災情 下鄉之後 觀察了 是怎麼趕快解決這個問題 連一個菜 連一個蟲 兩個字都沒有講 媒體一出來 林主委下鄉抓菜蟲 賣到整個國塞市場 蛤蠻病鬼 我還一直幫主委 跟陳委主委 一直跟農民做溝通 農民嚇到啊 農民嚇到 這件事後 處理這些農業的政策 應變的作為 跟所有的路差 最為台北大 所以我現在要說 這個事情 關鍵 我們要負責金 就關鍵了 要怎麼負責金 可以今天做一個 你現在有一個人交回答 沒關係 一定 今天做一個割定 都要選擇 要怎麼處理 那位老議員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 特別市政府也好 也還是 郭菜市場也好 郭菜市場也好 他們 錯誤的決定財政 農委會 錯誤在後 就是 沒有去發言 沒有去訪證 跟公文存查 我想 林主委說得沒錯 大家相逢都有問題 但我們現在 問題的這個 我們不用先去追求這個 我想我們要怎麼解決 其實我也很堅定 除了老議員 關鍵農民議員 李慎雄館長 也已經在改善農民的損失 你剛才我說的 如果沒有選佈 補助進行 就已經根除掉這個 要怎麼 我們要事實很重 因為 台北國菜公司 大概消息 百分之十幾 八十幾 還有其他的通路 今天如果說 他真的根除掉 沒有在市場 這個我們可以 再算下來 沒關係 行政委 我會要求 我們林主委 好 鑑定政府理晉長 管長請 立委主委 我總是希望 每一項 每一項 謝謝劉委員 謝謝賴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劉委員 造好質詢 尋答時間十五分鐘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可以請賴院長 謝謝 請賴院長 劉委員你好 院長好 我想身為一個行政院長 當然你看的視野一定是全國每一個縣市 那無論這個縣市 它是叫做六都或者是非六都 我相信 讓每一個台灣的國民 他無論住在哪一個地方 他的對國家 對他的基本建設 基本關懷 沒有那種差異 至少那個差異是要被盡可能的縮小 我相信這是身為行政院長 責務旁貸的一個責任 的確是我的責任 那院長 我看報導說前些時候 你已經發現說六都跟非六都之間 資源上市 不要說經費啦 經費是另外一件事情 包括我們公務人員 包括公務人員本身 他的編制跟職等 說實在也有差別性 因為這樣的差別 讓我們非六都的這樣的城市 讓他在留 要把人才留下來 是非常困難 院長 我比例來說 如果說台南 台南市 以前還沒有升格為六都的時候 台南市跟台南市是一樣的 所以他在整個縣政府的編制裡面 他只有一級主管是十支等 那副首長他是九支等 那全一個縣市政府裡面 一般公務人員 我相信如果我們 我們說的檢建委 用這樣來分別的話 一個公務人員 他奮鬥了很久 說在能夠升任到檢任 十支等以上 對他來說是一個肯定 這職務上或者是 當然薪資上都是一種肯定 但是做一樣的工作 比如說一個民政局長 他事實上做的事情都是一樣 衛生局長做的一樣 但是可能他就是因為在六都或非六都 或者是他會不一樣的值等 我一直長期認為 我們現在先撇開經費不談 經費那又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六都跟非六都本身在統籌分配稅款等等 這經費上當然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性 我個人認為那是不公平 那我們光講人員的編制上 我們要讓好的 我們要讓人才願意留在各級政府 無論這個政府叫做中央政府 或叫地方政府 那我們如果在非六都的這樣的縣市政府 他的值等本身是不夠 他的不夠多元不夠活潑的 為台東縣為例 他的十支等當然都是要一級主管 或者是參議等等 光每年可以去受檢任訓的人員都受到限制 我想這個中南應該知道 他每年都可以去受訓 他可能一年就編制 有資格的可能很多 他光要去受訓 受完訓 才有資格被升任到檢任的 這樣的缺都很少 他一年可能台東縣政府可以編三到五個 甚至五個都不到的名額 那我在這邊請問來院長 或是人事總長 我們看這件事情 院長我看報導裡面你已經發現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未來規劃的方向 在院長可不可以在這邊做一個說明 是 感謝劉委員 你立任法官對公務系統顯熟 那也擔任立委對國家的發展也很清楚 感謝你之前的指教 在你要求之下 行政院也已經積極地跟考試院去討論 目前已經有共識 據私人事長跟我回報 那下最近的考試院的院會就會提出討論 那基本上就是如你之前要求的 就是說同一個職務 直轄室跟非直轄室應該要同一個職等 特別是科長或是這個處長 對 副首長之類的 讓他們能夠有同等的這個待遇 避免就是說非直轄室好不容易 把人才訓練好了 他因為他沒有機會升圈 他又跑到直轄室去 那非直轄室永遠沒有人可以做事情 以上簡單報告 所以院長 那我再請教一下就是說 我們既然考試 因為這裡面這個長長請到直等的原額控制 也包括經費等等 也牽扯到行政院跟考試院 要全序部等等相關的之間的職責 大家要分工合作 那我們目前規劃的期程跟時間 跟那個方向可不可以 我請私人事長跟您報告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院長非常重視這個事情 所以事實上也 院長親自跟有拜會過考試院談這個事 那事實上目前進度 我們行政院已經正式給考試院說 我們建議 就像剛剛院長講的一個方向 就是副處長這一級跟科長這一級 應該要調整這個值等 那全序部也討論 他們跟我講大概這禮拜或者下禮拜 他們應該部裡面就會把案子 送到考試院院會去討論 現在最大的差別應該是在副處長 或副局長跟科長這次 其他當然局長他應該可以檢證幾以上 檢證幾以上大概差別就不大 只是薪資上 不過檢證那關等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請院長就重視這個事情 能夠可以儘快的 我相信那個真的不是台中縣 是其他非六都的這樣的 整個公務人員市區的提升 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謝謝 那院長我們接下來想要來跟您討論 就是說我們在去年 那可能因為政治的因素 關於我們要擬平 這間城鄉差距的前瞻基礎建設 大家吵得沸沸揚揚 那個時候要跟大家說明 可能有很大的困難 我說前瞻基礎建設 特別是對我們這樣台東 非六都的都市 其實是對我們基礎建設 非常大的幫助的這樣的經費 有時候要說都很難說清楚 那個時候因為政治上的 彼此的立場不同 那院長我想在這裡也利用這個機會 你要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總是政治上的 紛紛爭爭告一段落 現在回歸到各項的基礎建設 那院長可不可以來說明一下 好前瞻基礎建設 我們對台東來講 除了比較大的南迴鐵路電區化 或華東鐵路雙軌化之外 現在正在進行當中 或者已經被核准了 對台東的基礎建設 是有所幫助的 當然還在進行當中 因為這整個計畫是四年到八年的時間 那目前手邊 你可不可以也藉這個機會 向我們台東鄉親來說明一下 是 談到前瞻基礎建設 我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 特別感謝劉委員 劉委員是幹事長 當初在推動前瞻基礎建設 可以說是發揮了相當的功能 那今天好不容易過了 我也率領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跟部會首長 已經都走過一遍 剩下雙北市而已 每一個縣市長 包括他的縣市府的團隊 鄉鎮市長 無不期盼 前瞻基礎建設的經費 能夠溢注到他們的縣市裡面 換句話說普遍受到歡迎 也證明這個政策是正確的 那第二個呢 你剛剛關心的交通建設 台東或是花東之間的交通建設 只要有計畫 然後尋這個程序 我們一定會特別關心 台東的這個發展 請劉委員指教 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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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非常地重視跟要求行政團隊 要重視這個區域的均衡發展 我一直認為 我長期主張台灣的這一波跟下一波的 經濟上的成長力道跟我們台灣 要提升為一個一流的國家 取決就是在區域的均衡發展 雖然我們每天的政治活動 我們都是集中在首都 在台北市 在這雙北市 但是台灣事實上有不同的人 散佈在我們台灣 這三萬多平方公里裡面 那讓我們區域進展發展 其實是讓我們國家的成長 無論是在經濟 文化 或競爭力上 是一個非常成長大的一個力道 但是我們要讓區域進展發展 有些基礎建設 我們就要迎頭趕上 剛剛我們提到了 比如說在一年前 我們在講結單基礎建設的時候 回到地方坦白講 要講得清楚也比較困難 因為每天大家可能打開電視上 看到的就是紛爭 氣敵的聲音等等 但是事過境遷 我相信所有的民眾 他不是每天都那麼樣的 關注政治上的對立 他反而更關注的是 這樣的建設既然經費過了 那對我們生活提升是在哪裡 那剛剛您提到的 包括最近的道路提升的工程 那我們對台東縣的補助 也有全國 他獲得總共提了23件 將近12億元的補助也都通過了 那我們也相信這樣的計畫 能夠持續不斷的進行 而且讓人民感受到 政府是在做這個有感的建設 的確如此 那區域建設 區域精神建設 區域精神發展之所以重要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台灣每個地方 所面對的問題是不一樣 在台北也許他們面對的是 花了100多億的花博 或者花了100多億的四大運 它的產館如何後續如何使用 或者後續要送給誰 但我覺得每個地區發展的 規模跟方向不一樣 我也不會去用羨慕的眼光來看待他 但是我們在這裡要要求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昨天下午回到台東 然後馬上風箏撲撲 從台東市到我們長濱鄉 台灣一個上田主部落 那距離台東市差不多90公里的路程 那我要跟院長來說明 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 還是有不同的地區 他所面對的生活上的問題是不一樣 我們這裡的長輩 這個部落裡面大部分住的 當然都是阿美族的長輩比較多一點 當然也有少住年輕返鄉去務農的朋友 他們現在所面對的一個問題 對我們都市人來講是很難想像的問題 這裡沒有自來水 但是他們強調他們不一定要自來水 因為他們現在所飲用的水 是長濱鄉非常有名的金剛山山脈 所留下來的 非常接近礦泉水 比礦泉水品質還要的天然的飲水 他們喜歡用這個飲水 但是他們現在面對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每當不要說颱風 稍微看落後落後 他們整個進水的設備是不足的 所以他們整個飲水是非常的混濁的 所以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在反映這件事情 無論是跟鄉公所會跟縣政府跟中央部會 希望能夠來解決他們整個進水的這樣的一個設備 讓他們有一個乾淨的飲水 看起來這個是在我們全台灣裡面 兩千多兩千三百萬人口裡面 我今天站的一個比例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我今天臺灣我是有感而發 我覺得我昨天在現場 在金剛山的三角下 跟這幾位法律大家在談的時候 其實他們心裡面是 他們不是那種埋怨的心情 他們反而第一個 他們認為他們擁有非常好的水質 他們覺得非常的自豪 但是他們坦白說他們有一點點的無奈 就是說因為他們為了這件事情反映了非常久 他們希望有一個 能夠讓他們乾淨飲水的方法 那我在這裡 就因為這發生在 其實當然不是發生在昨天長期以來的 那我就從我們區域兼人發展 一直衍生到全山基礎建設 也到今天 我相信院長因為 院長長期來 到臺灣的各地去做實地的了解等等 我期待院長 第一個 能夠來處理 我相信還有其他很多問題 當然是能夠來幫部落的長者們 能夠來處理這個長期來困擾他們非常久的一個問題 院長 是 感謝劉委員 其實我小時候生長的地方 也是都是喝山上流下來的水 所以這個部落所遇到的困境 其實我很清楚 那第二個這個看起來 雖然是屬於地方的事物 沒錯 那不過這個我會來想辦法 看用什麼途徑來幫這個劉委員 跟這個部落解決這個問題 院長 我當然清楚這個從職責上的分 那個分類是屬於鄉公所 或者是縣政府要來處理的事情 那我之所以今天要提出這樣的事情來看 就是說第一個 我期待在這裡透過這樣的一個 看起來是國家上的不一定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是人民很大的事情 來提醒院長 當你在做資源 整個國家資源分配的時候 能夠把這個目光遍佈在我們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盡可能讓那種區域的差距能夠來縮小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問題 當然基礎建設不只是這件問題 這個問題 長期來跟地方反映的非常久 那我們在這裡無意要去指示 那可能是經費等等相關問題 我們在這裡也期待 也要求院長能夠來透過中央 有一個專責的單位來協助 或者是直接來幫助來解決這樣的一個事情 其實他們 我看起來是現場是需要再有一個 進水的進水池 可以來處理這樣的一件事情 部長 那個沈部長要不要來幫 來協助 劉遠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理念是一樣的 我一直認為全國22個縣市 大家一起往前走一步 比單獨台北市走一百步要來得好 院長 你這個事情 我請沈部長來看一看 沈部長回答之前 我之所以今天會有感而發 從這樣剛剛一直在講 就是因為我看到院長是 跟之前的院長看到那個 他們可能疏忽掉的問題 你講的我覺得是非常 包括財務收支的劃分 還有包括公務人員資料的分配 其實那個就是區域經營發展非常重要 人跟錢非常重要的關係 是 既然我們看到這樣的關鍵 那我們也期待 我就舉這個例子 第一個 我們也期待沈部長 賴院長能夠幫 來院長 來部長來 是不是委員這樣 我來請我們自來水公司跟水利市 然後到委員辦公室 這個可能這兩個單位 包括水保局 那裡面還是水保工程 大家來一起努力 我們迅速啦 也讓人民感受到政府的關係 安排一下我們直接到現場去 OK 一起來面對來看怎麼協助 來處理 好 這我們會來配合 那以上我也再一次的來 對我們行政團隊提出一個期待 希望我們這個團隊 我們不是要讓做的事情不一定要讓 不是要為了人民要來感謝我們 而是要真正的把我們這個國家的分配的正義 好 謝謝呂委員 謝謝賴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盧委員秀苑 執行巡討時間30分鐘 您請盧委員機靈 主席 請院長 謝謝 請到醫院長 路远你好 院长好 院长 既中国大陆宣布了31项对台政策 那有人担心说把台湾的人才吸光光以外 昨天中国大陆又以超音速的速度 那宣布鸿海旗下的这个富士康互联网 可以核准上市 所以呢 台湾民众现在很担心 中国大陆这个会台31项政策 再加上让我们台湾很多的企业去IPO上市 很可能这两根萝卜会把台湾的人才 企业资金吸光光 我不晓得我们行政院有什么样的回应 你要知道中共的公式是非常凌厉的 如果他们是采取具体的措施 而我们只是叫嚣式的回应的话 对台湾一点帮助都没有 而是台湾经济在流失当中 所以赖院长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回应 是 感谢卢委员 行政院对中国所提出对台湾的种种政策 一定是务实回应 第二个你刚刚指教的鸿海的子公司 其实它有四个除了在上海申军以外 还有在东京台北都有分别上市 那不过没有所谓的超音速啦 因为它之前据媒体的报导 也花了一年多去解决各种问题 那审查的时间也许是三个多月 但是整个看起来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 省定的这个标准都一样 你以为中间这样政策对台湾的人材 资金 经济有影响吗 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啦 不过我在这个大院里面 也公开跟委员多次说明 就是说我们本身 一定要厚实台湾的实力 根啊 我们的根只要站稳 我们既然而然有办法把人才吸住 把资金吸住 那目前行政院 我率领了行政院的团队 正积极做的事情 从包括解决五缺的问题 那么换宽这个劳动市场弹性的问题 松绑劳动法令 或是提出新创的友善环境 无非是让台湾 好我们国人 要在台湾这块土地发展 有它的机会 说台湾我会讲 那会不会有钱 什么会有钱 就是它采取的磁吸的手段 是非常的公式 非常凌厉 而且是磁吸 磁铁的磁 磁吸 不是清朝那个磁吸 那么但是呢 你们这个解决五缺 会不会缓不计时 磁吸是这样 初步看起来 这是一个形容的名词 它是不是真能够达到 磁铁吸引的效果 那更何况磁铁也有距离 磁铁的吸力是有距离的 所以我们也不必妄置毁搏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实力 对自己也要有信心 这一点 请后续呢 请卢伟文指教 咱们这是我们也有关 去的去的 现时 请呈现 如果我们也有 我们应该有 去的 那這樣對台灣的經濟跟觀光會不會有影響 是 當然對台灣的觀光是有一定的影響 不過又回到中國的對台的政策 我們在解讀的時候其實也應該要供應 舉個例子來講 日本現在需要人才 直接回答我這個問題 也跟泰國合作 他現在如果要停發這個問題 我剛剛一開始的第一句話 就已經回答了 陸委員 這個對台灣的觀光 特別是團客的部分 一定會造成影響 那我意思是說 當我們在討論 中國對台的政策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個界定 定義要清楚 好比說 它31項我們就說它是會台 那如果它停發 那個什麼 那個領隊的這個政的話 那它應該這個叫害台了 不能夠把它包裝為 所以我說蘿蔔棍子旗下 所以我是說我們一定要 嚴肅去看 這個中國的對台政策 而且是同一個標準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它如果停掉領對政 半年少掉31萬人沒關係 沒有 我不是 我說對台灣一定會有影響 就是說我們要嚴肅面對 我說日本需要人才 對台灣不友善 但是你不要該管 如果對我們觀光重創 對經濟重創 你不要該管 你不要該管台灣的問題 你當然是害台 但是你不要都會台 你要怎麼會台 我跟陸委員報告 就是說其實 中國的觀光客 其實已經腰斬了一半了 但是我們全年的觀光客 也仍然維持在一千萬人次以上 那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多方向去行交台灣 包括新南向的政策 也包括加強對日本 對韓國 甚至對新加坡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 抓其他國家的人所來補就對了 你的意思是怎樣 因為中國如果 所以你不會去試圖去恢復 去跟他談判 不會 中國團不來就算了 那你要拿其他國家來補 是這樣的意思嗎 現在是這樣 盧委員 我們也不會員 中國對台的各種政策 現在是單方向 他們有他們的目的 今天也不是說 我們叫他不要停挖 我知道了 我只問你要怎麼解決 他的目的 他的動機 他的害台 我們都很了解 台灣人民只問你要怎麼辦 我剛剛也跟您報告了 就是說對於31項政策 是會台也好 是立中也好 行政院一定是嚴肅面對 我們下個禮拜 你一直在跳針耶 你從剛才到現在一直在跳針 沒有沒有 我說我們下個禮拜 束手無策 那我再問你 他第二個棒子是什麼 他除了要停掉這個 陸客團的領對證以外 他也中共的那個王毅 外交部長也在講啊 他說如果承認共識的話 他對於梵蒂岡就不動手 對我們的邦交國不動手 但是如果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話 很可能會讓我們的外交 血崩斷交 那所以我不曉得 如果這樣的話你要怎麼辦 我當然知道他的企圖不良啊 但是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阻止這個 血崩式的斷交 你要如何選擇 這部分就是說 我們跟我們的邦交國之間的關係 有一定的基礎 基本上我們幾十年來 台灣跟我們的邦交國 都有非常穩定的合作關係 是一個互惠的狀態 因為你 范蒂岡 你能不能保證 你能不能保證不斷交 可以保證多久 今年底前嗎 還是明年 還是你的任內都可以保住 我請吳部長來跟你說明好嗎 陸委員好 有關於我們跟梵蒂岡的邦交的部分 我們所掌握的這個資料就是說 中國政府跟梵蒂岡之間的 這個教務的協議 可能會在三月底或者是四月初 這邊會達成協議 但是這個部分跟邦交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會透過我們的助館 或者是說其他所有的管道 來頂固這件事情 你能不能簡短的告訴台灣的民眾 我們能不能保住梵蒂岡 這個部分我們是全力在處理 那你們兩位任內能保住梵蒂岡嗎 這個部分我們是全力在處理 全力在捍衛我們的邦交 那斷交呢 你要下台嗎 你才上台沒多久耶 才上台半個月而已 我們是全力在處理 我們是全力在處理 我們的這個邦交的部分 那院長你能保證嗎 我想這個邦交的維繫 希望是能夠朝野大家共同來努力 那個陸委員 我提供另外一個邏輯的思考 今天如果中國挖了台灣的邦交國 特別是梵蒂岡 那我覺得我們深法的對象應該是中國 因為並不是說 我們會譴責他 台灣人民會譴責他 但是我們擔心的是雪崩斷交 如果激梵蒂岡之後 那我們剩下的19個國家 不斷的在斷的話 你變什麼 你當然要譴責 但是譴責是嘴巴 但是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的國際處境要怎麼辦 我是在問你解決這問題 我跟你講炮打中央我們比你還 炮打中共我們比你還會 民眾比你還會 但是你要怎麼辦呢 現在你今天在這邊的答覆 就是你對國人展現態度 你要怎麼辦 你不能關注我們譴責 沒有我剛剛 譴責誰不會 如果可以譴責的話 我也可以當行政院長 不是 那個魯遠 我意思是說 你這個 要去保證 梵蒂岡不會斷交 其實我剛剛 吳部長已經跟你說明了 就是說他去簽那個 教務協議 跟建立邦交 這個還有一段距離 那我們政府可以保證的就是說 一定是 全力去穩定我們的邦交國 除了梵蒂岡以外 其他的國家也是這個樣子 你一向變才不外 我看你今天講話有點結結巴包 沒有 沒關係 接下來我要談的是 我們中部的問題 中部政策 院長 這次的米其林 那麼我去了解 我們的觀光局 補助了米其林 贊助了米其林四千萬 這是台灣人的基因 全國人民的納稅錢 那麼去做米其林的台灣的一個評鑑 那麼我覺得是好事 基本上我支持 因為透過餐飲 透過文化 透過米其林 可以增加台灣的觀光跟經濟 我是贊成的 可是這個預算是全台灣人民的預算 可是你們跟米其林簽約贊助達成的呢 只評鑑台北 那換句話說呢 這次我一打開 因為很多民眾 包括台中 包括南部 包括東部 很多民眾都在本來都在期待說 政府要補助米其林 要做台灣的評鑑 就我一打開一看 只有台北的一個美食 中南部都沒有 東部也沒有 所以大家憤憤不平啊 美食又不是只有中部有 如果也不是只有北部有 那你行政院怎麼可以偏袒呢 花的是全國納稅錢 可是你卻只憑藉北部 你對於其他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的美食 跟觀光跟經濟不重視嗎 重視 這個如果米其林的評比的話 應該台灣的美食 那因為盧委員指教 這屬於執行面 你做行政議長 就是行政院長 就是執行長 國家的執行長 那當然 那怎麼會簽這種約呢 所以這標準的 所以表示我們的官員 是標準的天龍國思想 小到 也許是階段性也不一定 加米其林這種事情 你們都不在意 為什麼只簽北部呢 委員這個 確實像剛剛院長所提到 這是一個階段性的做法 那眼前可能這個做法 對他們來講 他們也把它當成說 台北比較容易 跟全世界的城市來相比 也是它的一個行銷手法 但是您剛剛所提醒的這件事情 我們會趕快 來讓他們也了解 同時關心我們其他區域的美食 跟他們一些值得 也能夠借著他們的行銷來做宣傳 所以我的問政以後 你會保證中部會有 是我們會來朝這個方向 會有 多久 我們來跟他們交涉看看好不好 因為現在原來這個階段性上面 並沒有那麼明確 但是我們現在來加強 趕快加速辦理 那麻煩給我回報 你們接下結局給我回報 謝謝 我們替中部發聲 我再問一個中部問題 院長你知道我質詢這個題目很多次了 我長期為了這個事情在奮鬥 核四封存 核一核二很多的機組停用 那政府怎麼解決 民進黨政府怎麼解決 民進黨政府就用燃煤發電 來補充這個電力 那麼中部尤其首當其中 因為我們這個機組啊 我們的這個中火 是全台灣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是世界第二大 那所以你們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問題 陸續封存或是停用 就用中火火力全開 難怪中部地區每天烏煙瘴氣 我們中部人每天生活在燃煤發電的烏煙瘴氣當中 對中部人很不公平啊 那我去了解我很用功 我這段時間讀了很多資料 你去看其實啊 如果以中火過去如果這個核電廠 那他們本身如果發的話大概中部用 北部用 那但是因為北部陸續核電的停掉以後 就要中電北宋 我去給大家查資料 台中火力發電廠 104年度發了421億度 105年發了421億度也一樣 去年 去年 對不起 104年呢 我們台中市自己只需要253億度 那去年只需要273億度 換句話說以去年 一百 對不起以前年105年了 因為去年資料還沒統計出來 以前年105年來講 我們台中市只需要273億度 中火發的是421億度 換句話說 給錢143億跑去哪裡呢 當然就是外縣市 那當然也不能只顧台中市 我是中部人 所以如果即時把中章頭 中部地區包括進去的話 也只需要405億度 也只 那換句話還中載了16億度 那麼也因此呢 如果只要台中市發電 中火設在台中 如果只要負責台中市發電 只要6部機組就夠 它一共10部機組 我們只要6部機組就夠了 但是我們一考到中章頭地區 如果用中章頭的話 那只要8部機組就夠了 但是現在不是啊 除了歲修庭以外 幾乎平常都是10部火力全開 要不然就是9部火力全開 其實台中市只要6部啊 那中部只要8部啊 那但是其他的電送哪裡呢 北宋嘛 就北宋 可是如果好東西 我們中部人提供 然後讓北部人享用沒有關係 可是你今天是用燃煤發電耶 署長 中秋節你都呼籲大家 少燃煤少燒炭 不要烤肉 一天都沒辦法忍受 過年跨年夜 說大家不要放煙火 一天的歡樂都不准 希望不要制造空污 可是现在政府自己周关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自己每天火力全开 牺牲中部人的健康 再供应北部用电 所以院长 我今天就要提出解决办法 你今天的核能的事情 是你自己要去处理 这是你们民进党的神主牌 不是中部人的神主牌 也因此中火电力 应该中部限定使用 中火电力应该中部限定使用 否则的话 牺牲中部人的健康 再供应北部人天龙国 连米其林瓶件都不给我们 然后供应北部人的发电 这样子对中部人合理吗 公平吗 陆委员我简单跟你报告几个重点 就从你刚刚读的数据里面 可以发现 其实台中也好 中部也好 它的用电的需求量是增加的 那第二个呢 105年跟104年 中火的发电量并没有增加 那再来你所谓的中部 大概只需要八成的中火的发电量 那目前台中市政府林家龙市长 他的线这个线转的这个措施就降了百分之二十四 也差不多是你刚刚讲的目标 那更何况呢 在经济部跟环保树的努力之下 目前中火的火力发电厂啊 我们大概每一年秋冬之际 那运达林家龙骗你 他没有自主降载 今天为什么是降载 第一个有两部机组 现在一部在税修 另外一部是在加装设备 所以这两部 如果一个税修完 税修到三月 这个月底就要结束了 就是八成了 另外一个是 加装机组完成以后也可以发电 我请问税修完以后 请问他这个加装机器完以后 设备完以后 他十部机组 为了到时候春天开始 夏天开始 北部用电吃紧 他是可以火力全开 因为十张执照 林家龙市长 十张执照全部给中火了 所以中火爱怎么发 就可以怎么发 但是他有限量 限了百分之二十四 我再跟你报告完毕 就是说在一百 那如果照你这样讲 没有关系 那你就答应 那院长 院长你可以签署吗 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讲 一部就是说 已经如果这样的两个机组 我们中部自己够够用的话 不用给北部 你可以承诺跟联署吗 另外其实中火 这个经济部跟环保署 都很努力 我们在一百零九年 一到四号机组 这个环保的设施 就可以完成 那一百一十一年左右 五到十个机组也可以完成 那另外呢 我们在一百一十二年左右 我们就有两座的天然气 那两座天然气发电了之后呢 当然就会减少两座燃煤发电 那这个也是可以达到 你刚刚讲的这些目标 那句话说 其实政府已经注意到 中部的空气污染的问题 也提出具体的措施在回应 我时间悠闷 但是我真是让你讲完 对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你直接回答就好 因为健康的事情一天就不等了 如果你说其他的配套措施 这么有效 可以补充电力的话 那么你就直接带的另外 就是我们的中火 他所提供的电力 只限定中部使用 如果你今天没办法承诺 就表示说 你的配套措施 缓不济急 你还是会继续 使用中火 提供北部使用 牺牲中部人的健康 阿伯 你不要来中部哭 因为中部人会给你欢迎 就是说你的目的是要降低 中部的空污 其实跟行政员的目标是一样的 我们只不过是用不同的途征 达到同样的目标 你可以很轻易的承诺 如果你这么顾中部人的健康 你其他配套措施 是立即有效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承诺 你为什么不跟他承诺 很简单 现在跟你报告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是希望降低中部的空污 只是走不同的途径 第二个你的途径 可能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什么问题 比说水 台北市的水 现在也调到桃园 调到新竹是使用 水电这些其实都是 这个就是共同的资源 台湾这本来就要互通 月长 我是省议员出身 自来水公司 它本身各地都有集水厂 它本来就是地区限定使用 但是有一些地方 我台中叫第四区供水处 像好比说我们台南 所以你们台南可能是第六 或者是第七供水处 对不对 对 所以它本来就是地区限定使用 我们台南的水资源 是来自高雄 高雄帮助很多 电力全国当初规划 也是地区限定使用 北部有核电厂 中部活力发电 它本来就是地区限定使用 你现在就是因为中火 中电北送 造成中部的空污嘛 我们不要说那么多 你直接告诉我 你会应不应 民众自然会判断 你这个行政院 对于中部人健康重不重视嘛 重视 那你是不是 可以这样应吗 就是说我们是亿取同工 不同工嘛 也不同调嘛 我主张只限定使用 你不敢应吗 我就是主张限定使用 我就是给你中部限定使用 我就是给你中部限定使用 接下来 去年十月份 你接受延宽恒委员直询的时候提到 迁都说你很重视 去年十月六号 所以你说民进党部分 你要负责说服 国民党部分 我们自己整 那我报告院长 我们已经整合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都同意 迁都中部 那我想请教赖院长 你们现在是绝对多数 完全执政 换句话说 你也要迁都台湾 也要迁都中部 现在就可以做 现在就可以拍板定案 是不是 如果你们整合的差不多了 情况是怎么样 都同意迁都中部台湾 你是委员吗 委员吗 还是 还是包括 比如说新北市 他们也同意吗 我们自己会有多数决 那你们呢 我是说嘛 就是说 就是我们大家分头进行嘛 你刚刚讲说 国民党已经整合完整 所以我好奇 我是说 那整个成功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大部分都同意 迁都中台湾 那你们呢 所以你有修正 那院长 你修正成大部分了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是绝对多数吗 完全执政吗 立法院是 你有绝对权利吗 立法院是 是啊 立法院是绝对多数 立法院是绝对多数 你们现在是完全执政吗 那个卢委员 这个 你们从行政院到立法院 我现在跟你报告好了 都是掌握绝对权利 所以你不要规避问题 我不会规避问题 你质询我 你反质询我 我没有质询你 不会解决你对这个议题的态度 你懂我意思吗 我再强调 你这算我 没有办法规避 你自己对中部 当初所做的这个承诺 你要努力说服民进党 签问你去做吗 这个我会去进行 做得如何 你也要报告一下 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结果呢 这个方向 你的任何可能做 我会尽量 你也同意 签诺 你也同意 我们中央行政机关签诺 你当行政院长嘛 所以你也同意嘛 先你自己表态 整合我可以了解 你们需要点时间 但是你有赞行吗 你个人有赞行吗 这个一定要有配套 包括立法院 要同意先签到中部 那行政院配合才有道理 就像你们合二基础 重启要问立法院 我先问你 是 你有赞行吗 我 我个人 我个人 我刚刚已经跟你报告了 就是说 这个要跟立法院 配合来执行 才有意义 我再问你一遍 我还有时间 是 你的个人的态度 你不用管立法院的整合 你也不用管你同党 也不用管本党 请问你的态度是什么 那我在完整跟路委员报告 我在立法委员 或是台南市市长任内 其实我都公开主张 台北首都应该要减压 它的程序就是 立法院行政院 至少相关的部会 应该要到中部去 让中部成为行政中心 哪些部会应该到中部来 这部份都还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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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府三个是国家最重要的指标 是 如果你弄一些不重要的 像以前有些部会到南部去失败的 因为那个部会很少 人数很少 然后这个功能不张 但是大家就看 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 这三个给你选 你觉得带一个要来台中 你再讲一遍 总统府 总统府 行政院 立法院 你觉得如果让你选 这三个带一个应该来台中 我觉得第一部应该是立法院 你主张 第一部 然后再来的话行政院配合 那总统府这个我不敢 这样子我就欣赏 至少你很多次 这个问题你有答复 你的态度 你个人答复 整合当然我们都需要时间 对 但是你至少会回答说 在你心目中 行政院不是要到中部地区 但是立法院应该来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讨论 但是至少你要有态度 不要敢骗 然后也要给我们做一些进度报告 那国家要有规划 所以我也期待 你这个旗程能够出来 现在跟努委员报告 就是说所有的资源都还在盘点 包括这个之前的省议会 包括省政府 到底有怎么样 有多少的空间 有多少资源 那另外如果要心辟的话 那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 现在都还在盘点 好 谢谢 接下来我要请教院长 因为对于很多的义男 去年为什么会塞兵 因为很多的义男 听到冯氏宽部长 我问的 就是我上次总质询 去年9月29号问 因为我就接到很多的义男 跟家庭家长打电话来说 哎呦 台湾的那个募兵制 很不顺利 所以呢可能会恢复正兵制 那我当时就直询了冯氏宽部长 那部长呢就答复 在总直询答复说 至少一年之内 不会恢复正兵制 造成更大的恐慌 大家说哈 一年内不会 那一年后不一定 所以你知道吗 所有的立委办公室 你们自己的官员 大家义男啊 纷纷申请要当兵 快做做的 那现在换的部长 大家对这个问题 还是这两天有人在问啊 那名义代表 反映人民的心声 魏鸣喉舌 所以我想请教院长 我们现在的这个募兵制 还会坚持持续下去吗 还是不可能 到时募兵不顺利的话 就会恢复正兵 那目前的情形是怎么样 委员好 跟委员做一个报告 有关募兵制 我们从103年开始 一直到去年 这几年 每一年都是达到 我们预定的目标 我们每一年大概都是 一万五千名支援医的士兵 到目前为止都很正常 都可以达到目标 所以我们目前 是持续执行募兵制 所以不会更改 不会就是换了部长 就换了政策 既定的政策 会延续下去 而且现在募兵制的成效 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募兵制会坚持 也不会有时间限定 就是说什么一年之内 像以前冯部长讲 一年内不会变 那你就是会坚持下去 就是继续执行 不会恢复政兵制 是 会持续下去 另外院长 我再请你讲一遍 因为年底要大选 是 你自己去年在竞选连任 上一届你在竞选台南市长 连任的时候 那你当时有宣誓 不可以 你会坚守行政中立 是 不会滥用行政资源 你们再宣誓一下 是 我现在担任行政院长 在面对年底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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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盧委员 谢谢賴院长 下一位 我们请第一委员立芬 咨询 巡打时间尾十五分钟 主席好 有请賴院长 请賴院长 同学党 请賴院长 请賴院长 前面 こと最后 愿意担心 咨询 既然 亦会担心 文字 咨询 太阳 既然 买 民族 所以 我们已经需要 和 ordinance 2030年的時候我們要將我們的生育力能夠提高到千分之1.4 那我很肯定就是說 我們在對少子化這個部分 做了這麼完整的一個施政的一個方針 也定了這麼明確的一個目標 我也知道說院長跟我們的行政團隊 也都很認真的在規劃相關的一些措施跟政策 所以我想說今天就要針對這個部分來跟院長做討論 因為我看到我們去年我們的出生人數確實有不到20萬 不到20萬人 所以這個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我就想針對幼托的部分來跟院長一起來做討論 因為我們目前我們0到6歲的幼托的工作 其實我們是這樣分的 是0到2是我們衛福部負責 然後2到6歲是我們教育部負責的 那我想要這邊想請問院長說 那您知道說我們0到2或是2到6 目前這兩個不同的部會 他們現在提供出來的所謂的供給的涵蓋率 跟所謂的供給的使用率 是哪一個年齡層哪一個階段是比較高的 五歲吧 五歲是最高的 對 百分之96 對 那如果是用剛剛我講的0到2或是2到6的話 其實我看到的這部分就是我們0到2 我們的涵蓋率其實只有18.54% 那使用率只有10.57% 那2到6歲的涵蓋率大概有五成左右 那使用率大概41% 那可是我們2到6這個部分我們再仔細去看 其實2歲的涵蓋率跟使用率也都是比較低的 那我這邊去了解的部分是說 為什麼我們3歲以下涵蓋率跟使用率都比較低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我看到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居家式的照顧 其實我們現在的0到2歲最主要都是居家照顧 就是只要是保母 可是其實我們一般民眾對保母這樣一個服務會比較不放心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不適當的一些照顧的一些案件出現 所以他寧願就是找親人找鄰居來照顧 所以他比較不會去找保母 那第二個就是比較是機構式的照顧 我覺得這個部分有一個是人力上的一個配置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2歲以下我們的人力配置只要1比5 可是我們2到3歲我們是1比8 3歲以上是1比15 所以我們也看到說因為人力比的關係 所以例如說在2歲這個部分 其實比較缺乏也是因為在人力比是要求的比較多 那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費用的問題 因為其實這種托育的一個費用 還是對一般的年輕的父母親來講還是比較高的 所以呢我在去年底我就跟了很多位的委員 我們就針對3歲以下這個幼托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怎麼樣子來解決 我們想到了一個方式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可以讓更多的企業 來投入進入這樣的一個幼兒的一個照顧 那其實企業托兒 托育服務這個部分不是新的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性別平等法的第23條裡面 就有規定是我們受僱者只要是有100人以上的僱主 他就是應該要提供幼兒的設施 或是提供相關的一個福利 就是相關的一個那個幼兒的一個協助 那這個部分他也可以要求就是說 你可以自行設立或是聯合設立 還是說你是用簽約的方式還是提供幼兒的一個津貼 其實在性別平等法裡面都寫得非常清楚 可是院長你知道我們目前推動到現在 這個的效果 你覺得成效好不好 你所知的 還有帶努力 還有帶努力 因為我看到部分是我們勞動部自己的抽樣調查 這是我們在105年 我們100人以上未滿200人 250的公司只有自行設立的只有0.4 那250人以上的公司有設立的話 其實只有3.2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公司他都是怎麼做呢 他是跟那個幼托的機構簽契約 例如說我之前去有一個雅虎這家公司 他們就說他們員工很希望有幼托 可是他們只是用簽契約的方式 他們簽在一個很遠的一個地方 以至於他們員工其實不太能夠 想用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幼兒的一個措施 所以我們上次去年底開了這個公聽會 我們就邀請了很多的這些企業 來分享說 為什麼他們沒有辦法設這樣的幼兒的一個服務 今天他們提到的部分全部都是法規的問題 所以我這邊來跟院長報告說 他們提到了哪些法規的問題 第一個是土地分區的問題 就是我們知道有一些公司 其實他們是會是設在所謂的工業區 可是其實就算他的公司環境 什麼都符合規定 可是只要是工業區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設立這些兒哨的 照顧的一個機構的 所以第一個是土地分區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使用執照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建築物 都有所謂的使用類別的一個執照 我們的兒哨這個部分其實是在F3 是需要特別照顧類的對象來使用的 所以其實公司設立的地方 他的建築物的使用執照也不是這樣一個類別 所以他也不能夠設 那再來是消防的問題 消防的問題 我們也顧慮到年紀小的小孩 如果有發生火災 所以為了要逃生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限制說 一定要設在三樓以下 可是我們也知道說 很多的公司他們可能都會 整個大樓他們可能是在三樓以上 那再來當然還有一些空間的比例的問題 室內空間要多少 室外空間要多少 所以其實對這些企業來講 他們覺得很困難 根本沒有辦法設立所謂的 拖嬰中心或是幼兒園 那我們當場就說 那我們來走居家服務的模式好了 我們那麼由企業 雇用兩三位保母 然後來照顧所謂的 十個左右的一個小孩 這樣子能不能來做呢 後來我們發現說 我們居家服務裡面竟然還有一個規定 叫做同一個弟子 只能照顧四個小孩 好 所以其實 我今天提出這些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一些限制 讓我們這些企業 沒有辦法去提供這些措施 所以他們才是會做 所謂的契約的方式 或是給津貼的方式 來照顧他們的員工 那當天就是有一個企業 就是說他們真的想盡了所有的辦法 他們就是希望能夠照顧 他們的員工 所以他們想盡了所有的辦法 終於在辦公室的附近車程 大概十多分鐘的一個地方 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 可是其實這對家長 對員工來講 其實企業托兒一個好處 就是接送方便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也沒有到這樣的一個方便性了 所以我這邊再特別提出來 就是說其實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要有一個企業的一個新的托兒 的一個新模式的話 我們這些法規 我們這些規定 真的要一一的去檢討 那我這邊也特別要跟院長來分享說 我在二月底的時候 我有去 我跟幾位委員我們去了日本 那我們最主要是看司法少年的問題 可是當中我們也安排了一個 就是去看他們的企業托兒的一個服務 那我看到他們的企業托兒的一個服務 是這樣子 就是他們跟我們講說 其實日本的政府沒有特別要求 並沒有要求企業的托兒 一定要走所謂的這些機構的一些設置的一個辦法 可是他們就是跟一個 專業的保育的團體 保育員的一個團體合作 那由他們來規劃 所以他們在規劃這個部分呢 他們第一個 他們空間大小這個部分 有去遵照 他們的政府在做誘託的那個比例之外 其他的部分其實他們都很自由的 可以去做規劃 那他們的規劃不代表就是 規格會比政府的規定不好 其實例如說他們的人力比 就比他們政府規定還好 因為他們的人力比其實是1比3 可是他們政府規定是1比3 可是在他們企業裡面 他們做到了1比2 好 所以可是這個的部分 就是我們看到日本政府對企業托兒 他們給予了一些彈性跟空間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要特別把這樣一個問題 跟我看到的一個經驗 特別這邊提出來給院長做參考 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鼓勵企業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走出一個新的一個模式 那其實這個部分是我們勞動部可以來負責的 就是說我們勞動部 我們能不能跳脫 衛福部還是我們家育部 現在的一些想法 我們可以走出這個框架 我們找出一個新的模式 讓我們企業也可以投入 這樣一個幼兒照顧的一個行列 好 感謝李委員 我先請許部長簡單跟你報告 好 那個謝謝委員 剛剛關於委員所提到 我們企業在要提供這些托育服務 那的確面臨到一些困難 一些問題 那勞動部也都了解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3月16號 也就是下個禮拜五 我們會邀請那個 我們教育部 衛福部 還有我們地方政府的相關機關以及學者 那就是說這個企業 他如果願意來提供托育的服務 那在如何跳脫線型的 這些幼托的幼兒園的規定 那能夠讓剛剛包括委員所講的 土地分區 使用執照 空間 消防 甚至私生比等等 這些能夠有一個彈性的一個做法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有準備 來朝這方面來召開相關的會議 好 很高興看到我們勞動部 要往這個方向去做 因為我相信企業的一個投入 一定會讓我們整個 這樣一個托兒的一個服務 其實這樣的服務會馬上就可以長出來 因為我這次去日本 我看到這個企業 我真的覺得他們非常用心 因為他們企業其實每一個月 是投入一千萬的日幣 在照顧這些員工的小孩 所以他們員工其實每個月 只要負擔一萬五千塊日幣而已 然後裡面的所有的尿布 那個餐費也都是公司來支援 那我相信我們在台灣 其實有很多的公司 企業是願意為員工做這些事情的 所以我真的期待我們勞動部 是不是可以盡快來找出 這樣一個新的一個模式 好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昨天我也知道說 我們行政院有公佈了 我們社會安全網的一個計畫 那我也非常的肯定 因為我記得我在去年的總質詢 也就是特別提到說 我們其實在社會安全網這部分 有一些破洞 我們一定要來補 那這個部分看到這個計畫的提出 我是覺得我很肯定我們衛福部 特別是社家署 在這個部分所做的一個規劃 所付出的一個心力 那我也看到院長有特別提到說 這樣的一個社會安全網 需要一個誇部門的整合平台 我完全同意這樣一個主張 因為其實社會安全網 絕對不是衛福部的工作而已 它一定還是跟我們的教育部 勞動部 內政部 法務部 其實都有相關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平台建好 然後強化它的一個功能 那我也看到我們社會安全網 目前我們是不是預計 我們三年現在要用64億的一個經費 來推動 那這個部分也是我覺得 我看到我們政府 這麼多 投入這麼多的資源 願意來做這樣一個 社會安全網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也是相當肯定的 那我在這邊要跟院長 來討論的部分 就是說 好 我們投入64億 再做社會安全網 還是說我們有很多的社會福利的一個支出 可是我們會不會認為說 這些支出其實就是花費而已 它不會 它不是一個對未來的一個投資 那我想說 可能有很多人的一個概念就是這樣子 我福利做出去 好像錢就撒出去 沒有任何的一個成果 那我今天要講的部分是說 我沒有 台灣可能沒有相關的資料 可是我看到在美國 其實有些學者 他都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數據 來證明說 來說明說 社會福利的一個投入 其實它是對未來的一個投資 那我想說 這個部分 是我們要去修正的一個方向 就是說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所有的資源的投入 其實是可以避免 造成更大的一個損失 我們應該用這個方向來思考 整個社會福利的一個支出 那這次社會安全網推出的 我覺得很肯定 可是我聽到一些聲音 就是說 其實現在很多民間團體 他們覺得 目前政府提供的一些資源 不是很足夠 所以其實他們也在想說 我要不要再承接政府的一個案子 那這個去年113發生了 那我覺得說 社會安全網可以做好 不會只是靠政府 民間團體的力量 一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這邊就是要特別 時間的一個關係 我特別提出來幾個問題給院長 來思考也來看看說 我們未來怎麼解決 就是我們在人力的補足 這個部分一定要給足夠 特別是在加班費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可以給 那再來民間團體 那再來民間團體 謝謝大院院長 李委員最後的問題 再請衛福部給他一些書面資料 好 下一位我們請吳委員坤裕 質詢時間15分鐘 床長 敢一聲 去哪個年齡 結果本市在要發出場요 民主的旅遊 請問會難道 我請問其他財 per 我們要做好食品安全以後的研究的考驗 我們也要慶祝等部長 現在已經慶祝了很多困難 現在開始在幾月要進行路 也希望等部長注意到說 我們食品安全的研究比較少 但是行政單位不可以讓他想起意見 要尊重鑽壓的意見 我真的很慶祝等部長的作為 當然因為 去年在你心特別理想的時候 因為要心特別理想 我也把衛生福利部和食品有關理署 提出這麼多食品安全要做的工作 但是因為可能我行政院長 因為其實都沒有聽到消息 我想這個東西也要我們 暖暖地方稍微注意 我們等部長 科技部等部長請回 ebe 仁澤 大家都有名聲 都有名聲 大家人愉人很慶幸 本市也有很多台灣人一樣 對我們部長的未來都有期待 所以本市真的可以站在這裡 我是要感謝我們台灣 這麼多民主宣布的貴姓的訪問 所以因為對聯議長的慶定 我們為1996年台灣前總統李政輝 開始總統在選台灣一個民主法以後 我們20多年來 我們叫歐洲美國頂選一個民主國家來比 我們現在可能要登國做大樓 所以我要請教聯議長 我們這台台灣人應該可以為 台灣的民主要登國成功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是 感謝吳議員 其實我們台灣做一個民主國家 最主要就是醫人權立國 包括五委員所關心的食品安全 這是屬於健康人權 也就是說剛才李委員所這順的社會安全的制度 這是屬於生存的安全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個租款可以公告 民主的貴責的民 我們去推動各種的制度 實部 來進行每一項人權的照顧 讓我們國家的主人 台灣人民 在台灣這個國度裡面 可以安記錄去 感謝聯議長 我相信沒有不對 我們共產黨 其中一項共產黨 就是我們 共產黨的割蓄要的民主化 是 但是當然這個東西比較沒有效率 這項 我想說 我就用我關心的食品安全 做一個例 這項我也請 完主任委員會主委 也做起來 好嗎 來 請 請 其實 我們 Many väldigt關心 我們食品裡面 有關什麼優価的物質 其中最關心的我的 是貼貨的物質 所以我要請教三位 我們食品 我們所吃的食品裡面 有關到貼貨物 我們三位敢吃嗎 沒有人敢吃 我只說真的 明知道有貼貨物 我相信這沒人敢吃 基本上當然是不會吃 基本上因為這對人體有害 陳寶寧 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不會 但是我想我們沒多久以前 我們新聞報道 我們出口到香江的米 香江出Asnack 這個東西是知道的 味道不少 我們的米裡面就是有了 我不知道 我們大家吃的米 它比較是有了 當然這邊要用鹹菜是超過我們的標準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 這可能要主委好好回答一下 我們現在都很關心 我們事務中有放射酸的物質 他輸 我們的事務裡面 或是會放出放射酸的物質 我們稍微加測 我們想帶有一個風險限量的概念在了 基本上大家是不吃的 主委 但是還是風險以下的 主委 我認同食藥署這一部分 他所說的 基本上因為有人說核種 也有天然放射性 我相信他們兩個都專業 我們國家都有一個 我必須稍微參考一下 這是我為關主令委員會 會跟中心的忙碌整理出來的 我們現在的政府正確的食品 方便算的借用 含量關鍵是100倍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的 我們中南北部生產的雞肉 豬肉 冬水魚 都超過一百 這時候我們要怎麼處理 夏主委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基本上有關檢測的這部分 偵測的這部分 這就是我們 原主委委員會去檢測 去努力出來 但是我們會把這些相關的 不然這都在網路上 這都在網路上 這是我經理出來 我請助力去經理出來的素養 這怎麼改稅 怎麼處理呢 我們會通報給這個 沒有啦 這都在網路上 剛才又通報 你都放在網路上 這是天然的 那牛就是有了 吃的每一隻吃的食物裡面 就是有這樣的 放下山的物質在裡面 我還強調 就是如果是人工核種的話 剛才您所說的就是 美工核種的 美工核種嘛 那就是美工核種嘛 那基本上那 我想這個東西 我來請教育担保長 跟懷疑中的更了解 可是這個東西是屬於 這個是屬於食藥屬的 這個Potetium就是我們 是相外主管習慣的 我們的生存紓紓搖的關手嘛 那它就天然存在 我們身體也放放射線出來 因為我們也有Potetium 天然放射性的 小主委你等一下 我來教担保的地方 我亂一定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天然的嘛 我們的天然也是Potetium 這個東西嘛 我們身體也會放出放射什麼的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存在在我們的事物 從有地球以來就生存 有生物以來就存在我們的生物裡面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關主領委員會 我們的衛生部 應該讓我們民眾適當的了解 沒錯 我們的生物裡面就有存在的 放射線也沒有一個 這是天然存在的東西 但是我們的周先 由於有人開始 有生物開始 大家都要這樣吃 對我們身體的病無百害嘛 這要讓我們的民眾了解 要讓民眾了解 因為我們的感情出來的 這在網路上有資料就是這樣 這是由原主領委員會 網路整理出來的資料 我們每次都在搜 但是我們都沒有給民眾開設這東西 這個民眾看到我們會怕 我們要適當的開設 好 主委你請回 你請回 所以我現在繼續要來問 請教我們議長和部長 我們在事物安全的政策 要怎麼來界定 怎麼來界定 民眾的信心吃得會安心呢 我們現在過去 像議長已經來到 行政院已經有半年了 我不知道我們對 行政院還是行政部門 怎麼來界定 事物安全的政策 不知道有 它的定數還是 不知道有了解嗎 還是等部長你會回來回答這個問題 基本上在食品的安全 我們要做一個風險的評估的時候 當然是科學證據的原則 然後資訊透明 事先能夠預防 然後架構一個這樣的一個基礎 然後保障我們人民的身體健康 所以在這裡面 科學的證據 我們專家的意見 相關的平和的會議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這樣民眾的信任嗎 對 那現在怎麼樣建立在民眾的信心上面 當然以往我們在討論 希望能夠成立一些相關的獨立的單位 希望能夠獨立在行政部門之外 那專業的意見 是不是比較能夠得到社會的共識跟信心 保障你這個意見很好 我先建議亂院長要參考 因為我們現在食品安全管理法 雖然第四條有規定說要成立 食品安全風險兵庫主議會 也規定說這個主議會要進行 科學性的風險兵庫 但這個主議會有可能做這種事情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但是我們的人材也有限 現在都食品沒有管理室 委託一個界階 這樣做 往往民眾比較沒信心 我們做了要做決策 我們也沒有一個固定的 沒有一個會讓信心的定屬在那裡 所以現在一個食品安全的決策很難做 民眾也會很懷疑 雖然我們看著說雖然都有規定 幾個都寫得很好吃 但是很難落信 所以本身因為未來 我來提出食品安全管理法的修正的時候 這個法第四條我會收掉 我會收掉 因為這個沒有落信 這個沒有落信 這個沒有落信 因為這個主議會不可能來進行風險兵庫 這樣下沒有落信 所以我們來參加國際上的人是怎麼做的 像聯合國建議說我們要才有這些單位 一定要有國家來做這個食品安全的冰箱 跟這個冰箱之後 我們這個政策還沒割清以前 要怎麼和民眾來交流 說明 讓民眾的信心了解 這個過程很重要 這個過程很重要 現在國際衛生組織在2,3年 建議的一個決策的定屬 要來做冰箱 政策科學生的資料 來做一個冰箱 冰箱的過程要跟民眾正確交流 讓他們了解 讓他們參與 這樣民眾 可以了解我們決策的資料 對我們決策的信任 所以他的信任 我們食品安全的政策 他吃了就會比較安心 對於我們食品安全的政策 也比較好落信 所以這是國際的做法 所以我們看歐洲 在2,000共2年 成為一個食品安全局 英文叫做EFSA 感謝叫做EFSA 因為獨立來做風險民國 其實在醫生呢 是歐洲的議會來拜 他的指向委員會來複集 獨立來指向 來做和民眾的政策的交流 在2,000共3年 日本也是一樣 生入一個食品安全委員會 獨立來做這些 民國的政策科學生的工作 所以要獨立來向民眾來做交流 正確的交流 說明 向民眾的人了解 信任我們的政策 我想國際上的交流是這樣做 但我們台灣要沒有這個定屬 在這裡 也沒有這個單位 所以我的本社的建議 就是說我們真的要來生入一個 這樣的單位出來 來負責合法政策科學生的資料 來做一個民國 和民眾政策的交流 這樣我們民眾呢 才能夠信任我們的市民安全的政策 所以呢 其實 兩天前 我們在衛生師的社長 我想 李社長是一個人家家 他在那裡找我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國家的衛生政策 都沒有合法民國幾個月 我們寫一個科院 一個科院 一個科院 一個專家會議 就可以構成一個政策 他說 他也是由美國回來 他相當有經驗的一個市長 他就跟我說 我們應該要來做一些 衛生政策的民國用心 整合我們本土的資料 利用科學的方法 來做一個科學的民國 這樣也比較好 民眾的選民 組員的分配也比較好 比較習慣 我想這是應該我們要走的 這樣比較好 共同競爭的 我切得比較好的民主法 我們應該要走一條路 要走一條路 所以 我想我們台灣的民眾 大家看得很厲害 我們也希望說 以後行政儀 可以做政策的理性的辯論 不要再回理性的 政策 希望一部一部請求電影 都要過去了 我們未來要走的是 共同政策民主法 理性辯論的立法 和政策的推動 這是我們的願望 這是我們的願望 我想 我們要讓大家 不一樣的看法和做法 這是我們民進黨的理想 所以 我們要讓大家 無分董派 和 我們參議會 個人的理由 我們做回來為台灣的民主 來發表 感謝 好 多謝郝委員 好 謝謝委員 謝謝賴院長 下一位 我們請蘇委員 鄭卿 執行 巡討時間 15分鐘 好 謝謝蘇委員長 我們請一下賴院長 請賴院長 請賴院長 賴院長 英長 這個非常漂亮的城堡 應該你很有印象吧 是 這個是迪士尼的城堡嘛 是 對不對 是 或者迪士尼曾經講過一句話 只要敢於夢想 你就能做得到 院長 你在禮拜二 有委員在問你 我們屏東委員在問你的時候 有關於高鐵難移的事情 你回答說 不只是高鐵難移 你還希望能夠來爭取一個 迪士尼樂園來到我們屏東嘛 對不對 是 你怎麼知道 你這句話說出來之後 我們接了多少電話 我們屏東的鄉親卡電來呢 你如果跟你打破了 說 喔 屏東委員 一定不錯 你有看到屏東未來發展的潛力 所以我們屏東要發展 很希望說 可以看到政府的重視 讓我們屏東真的能夠早日繁榮起來 院長 是 我們真的期盼說 你真的看到我們屏東的一個潛力發展 屏東是一個很適合發展無煙沖工業的地方 但是 如果真的迪士尼來 那我們的交通 的容量 可以允許這麼大的一個運輸吞吐嗎 對不對 是 所以 院長 你講到這個以後 我們屏東人一直期待說 欸 要跟印度說勒 說一定要做勒 別人說說的 放給風波 所以 這幾天我們的電話 我在這邊轉達我們屏東的鄉親給院長說 我們真的很期待 但是我要跟提醒院長的是 你知道嗎 這十年來 這十年來 我們屏東的人口 銳減 減多少人 減了五萬五千個人 大約多少 大約五個連江縣的人喔 五個連江縣的人喔 五萬幾個人 我們整個台灣人口的成長 平均多少 2.32 但是我們屏東有夠可能 是呈現負成長的 負成長多少 再以負成長到6.2% 甚至 現在 如果要檢測到立委的實施 我們屏東就有可能要檢測一宿的立委 好 為什麼屏東這十年來 這麼樣嚴重的人口流失 難道我們政府不應該重視嗎 賀成部長你也在這邊 我最感慨就是說 既然看見屏東的人口流失 我們要找出原因是什麼 我想 國外會 我要跟賴院長報告 我們的國外會在 今年二月的時候 也邀請了日本的專家學者來 舉辦了台日地方創生政策的交流會議 日本的這個創生政策 我們台灣有沒有要接近的地方 人家怎麼做 人家因為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人口流失越來越嚴重 政府更應該要加注更多的益助 所謂的補助也好 大建設也好 才能去縮短 人家不是只說不做 人家實際在做 人家實際在做 我們台灣也邀請了他們的學者 專家學者來在這裡研究 但是 你知道嗎 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的政策重點在哪裡 創造工作機會 還有改變人流 農總有四項 創造工作 改變人流 還有未來才可以實現結婚禦止的希望 我們政府不是在鼓勵人生竟嗎 你沒有工作機會 人家要做嗎 沒有地方好的地方 就像我們一直說 要按摩六點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要怎麼可以來勝出這些東西 好 講到這個 那當然優先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一個交通網路的建置 所以就像我這支迪士尼樂園一樣 這個城堡我們都要敢於做夢啊 但是要勇於實踐 可是如果在屏東現在的交通狀況 賀成部長你也在這邊 你覺得人要來嗎 你知道上個禮拜 有我幾個去吃飯 我跟他們拜託 他們說他們是要擴廠 我跟他們拜託說你們有要擴廠 拜託的來我們屏東 我們屏東很高 也有過來園區 如果符合的話 有農業生物科醫園園區 也有二代加工出口區 歡迎你們來 你知道 他們第一句話跟我講的是什麼 他們跟我說 委員啊 就是你的好意 不要啦 我只怕死了 啊屏東交通那邊不方便 啊我們的技術人員 我們的高階人才 他們連屏東都不愛虛 還要叫他們來那邊洗手 叫我那邊洗手 你想想看 我們情何以堪 好 賀成部長 既然看到講到這個 你是最專業的 不敢當 我們看到這個高鐵難移 甚至於高解的延伸 我們只講高鐵難移就好了 你們的兩次評估報告 你們之前在說什麼 你們裡面有人說的 花900億 只節省了9分鐘 然後呢 花500億 省了30分鐘 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定論 重點最後一句最有殺傷力 在整個來講 財務跟效益上 上稍嫌不足 財務跟效益上 是 蘇委員 其實交通部在各位的指教 跟我們對這件事情更多的思考以後 絕對不會停留在財務上來看這件事情 剛才您講的幾句大家的傳言 其實不是交通部的立場 也不會是我們向院裡面 向各位來答覆的立場 我們對於這個案子 現在做的路線的評估 是從土木和技術上先來了解 可是接下來就像您今天拿出來 這樣一個模型 我們非常期待在第二階段的評估 等於關於場站的部分 能夠看見屏東能夠把交通和土地的發展 做更好的結合 我們會把這些評估整體性的 向院裡面來提報 再跟大家來做溝通 好 部長我們很高興說 你今天在這邊的回答質詢 跟上個會期在這邊回答的質詢 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我要跟院長還有部長你們講 九十六年 我剛才講的九十六年高鐵通車以後 到現在的一零七 去年一零六現在一零七 這短短的十年間 屏東縣流失了五萬五千多個人 不是我們屏東人那麼慢生兒子 是我們屏東人沒人敢生兒 甚至大家年輕人都出外 所以你如果回答在我們鄭頭在看 每天早上都我們那個 歐里桑歐巴桑那個樓的中間 在那坐著開工 他頭還沒帶就坐在那裡 他頭下山也坐在那裡 真的是情何以堪 沒有看到那麼樣的一個生活的朝氣存在 所以當院長你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但是我要跟部長你提醒的是 九十六年高鐵通車以後到現在 我們評估了多樣報告 包含的曾經也有我們行政院說的 這個我們高鐵不再做評估不可行 好現在你們都說要正式進入了 我們也期待我們能早日實現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時間 因為我們都在跟時間賽跑 好除了剛才講的所謂的高鐵難儀以外 還有就是很重視的這兩條高雄捷運的延伸 你也應該會很期待說延伸到我們屏東吧 這個如果立場上一個是往北 為你們台南去 兩條是延伸下來為我們屏東而已 應該是不會有任何的差距跟不同的想法吧 院長你的看法呢 這部分不管是高鐵的藍沿 或者是捷運由高雄到屏東 這個我都請交通部要好好仔細的來評估 不過我對屏東是非常欽佩 除了出總統出立法院院長 行政院院長 還有縣長跟立委大家都非常積極 這點我是很欽佩的 上一次莊惠雄委員 只是提到這個 那個迪士尼 你馬上把模型就帶來了 所以我們就希望看到這個夢想啊 對不對 真的敢於做夢 但是我們這個有效率的行政團隊 我們就要勇於實踐 所以真的 我這麼有一個電話呢 跟蘇緯委員報告 就是說對於未來屏東的發展 不管是交通 或是公共建設 行政院一定會跟大家一起努力 好 我們期待的是高鐵的南沿 還有這兩條高雄捷運 那院長 部長你們都在這邊 還有第二條的所謂的高雄屏東的快速道路計畫 激起高雄左營 東到長治接這個國道3號 全長24.2公里 但是我要跟醫長說 西側遮陽部分 比較複雜 你們都清楚 屏東這邊 東側這邊 完全沒有爭議 有最大的共識 交通委員會的科參兩邊 我們都當中 包含我還是在那裡都說 我們希望說沒有爭議的先做 因為這條東西 像快速道路第二條 對屏東人很重要 所以那時候也有跟交通報告 希望說 為這個國道3 中治站起來 可以這麼做人物 這一段先做 沒有爭議的可以先做 但是院長你知道嗎 當我們公路總局這個報到 我們部裡面的時候 甚至於報到院裡面 國發會裡面回答的是怎樣 他回答的竟然是 那個部長你知道嗎 他回答怎麼樣 他說是希望能夠再把這個 相關的整體藍圖 那麼一起來做檢討 那我們現在也把這樣的案子 在修正過以後 希望循程序再來抱怨 部長為什麼我要你回答 他們回答就是說 他們回答就是說 要有具體 要沒有爭議 這樣等會還要等多久 你們都不知道西側 院長 西側這邊都工場 就是高雄這邊很難處理 但是這個可以分段去處理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是期待說 你這條第二條的快速道路 哪可以由我們中治這裡 接去到人物這裡 對我們真的很方便 上班族也很方便 為什麼要去做整體的規劃 好 院長 又要讓我們期待落空嗎 書委員 這個您放心好了 雖然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其實是希望我們整體思考 但是我們分段來執行這件事情 不管是在屏東縣 乃至於在高雄市這邊 大家都有共識了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辦理 他後面要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就是了 大家要花一些時間 沒錯 這條要求還要十多年 所以我希望不能再拖 不正義的孫子可以做 我們在跟時間賽跑 可以帶給我們屏東 我們期待的是什麼 快一點有更好的一個交通網路的建構完成 好 部長你請回 院長 最後的幾分鐘 我要跟院長講 我們新南向政策推動 我們都很積極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為了推動新南向 在去年五月拍板 我們三大信保基金 我們提供了五百億的保證金 讓各行庫去申請 但是從上面的數據 你知道嗎 我們這半年來 中小信保只成立一案 金額多少 五千萬 農信保成立五萬 金額多少 七千萬 院長你看到這個數字 你覺得有玩意嗎 感謝蘇委員 這個可以再繼續加強 好 那怎麼加強 不過有時候因為 這個受信的時候 他們也要去評估了 有時候一開始 謹慎不是壞事 當然謹慎不是壞事 但是你看到上面的 農信保新南向 農資信保作業基金裡面 第一條 借款人的國內投資 國外投資 以取得土地廠房 親戚設備 可作為資本性支出 但是有很多國家 它的土地是不可以買的 這啊 這你有了解嗎 所以有很多問題 審慎評估當然很重要 受信很重要 院長你剛才講到重點 因為大家不敢放嘛 不敢放 所以變成看有吃不 看得到吃不到啦 甚至於你知道嗎 農業金庫 前天我在跟他們 服務案件的時候 他們說了 到最後才跟我們說 委員我們農業金庫很難處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海外沒有分行 因為我們沒有OBU 這樣要怎麼處理 這個相關的配套 還跟我說 委員我如果要設金管會 跟他們說很多問題 現在又提議金管會 好 這個就是跨部位 當初在協調的時候 難道沒有想到嗎 你農業金庫沒有想到 你國外沒有分行嗎 沒有想到 你們沒有OBU嗎 現在這些農企業要處理 創部維艱 舉部維艱 沒有製造處理 所以才會只有這些金額 所以我贊成院長你講的話 要審慎評估 但是 看有吃不到的政策怎麼改 這個才是實際面啊 謝謝蘇委員 其實我們現在都已經非常清楚 這個問題的所在 陳如你剛剛講的 有些原來的技術性 這個執行面的部分 還沒有到位 不過我們譬如說農委會的部分 我們已經成立的專案辦公室 專門把這些在做協調 譬如說 我最近從馬來西亞回來 我已經得到台商的回饋 因為這些幾個國家 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用 這個 這個他們 我們台灣沒有辦法 直接去投資 他要用迂迴的方式 所以 我們現在都已經把這些 可能的做法 回到國內來做 那你說的OBU 我們也會跟金額協調 最後的金額協調 我要講的是 我們的南向政策 很明顯 有很多也 台灣人民也很想去響應 但是 很多政策 這個 卻變成 喉音 是要協助人民解決問題 而不是用華麗來潛質的民主 所以 典建提為 我們現在 我們真的是 期盼 我們政府 能為這些 不管是企業 或是農企業 我們做做多做一點事 好 謝謝蘇委員 謝謝賴院長 謝謝賴院長 謝謝蘇委員 謝謝賴院長 抱怨會 上午質詢到此為止 下午二時三十分 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方針 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現在休息 請準備 謝謝賴院長 謝謝賴院長 快點 謝謝賴院長 是的 我不想請 謝謝賴院長